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七章 一阶与二阶站态电路之分析 好,这一章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能够计算站态电路中 电感电流及电容电流的出值 能够了解如何计算 一阶站态电路的电压及电流 能够了解如何计算 二阶站态电路的电压及电流 最后能够使用PSPICE 也就是我们的模拟软体 求站态电路中的电压及电流 好,那这一章总共分成七节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一阶电路 第三节二阶电路 第四节利用PSPICE做分析 第五节应用分析 第六节设计分析 好,我们看什么叫做一阶电路 一阶电路也者就是 在电路中包含了 这就是电路的方程式里面 包含了一阶的 就是一次微分方程式 写起来就是DFX DX加上AXX等于B 或者我们有时候写的F'X加AXX等于B OK,那么通常而言 一阶微分方程式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这个电路中间包含了一个储能元件 所谓储能元件就是电容器或者电感器 那么如何来解这道题目呢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数学 用解微分方程式的方法 这是第一种方法 叫方程式解法 方程式解法的话呢 那个是非常的纯数学 那么学过了数学的微分方程式 大概就会解了 那么当然我们在电路学里面 是不是用一阶阶就开始教了 当然会比较花时间 那紧接着我们会教各位寻步法 OK,寻步法就是我们如何知道电路的特性以后 我们利用电路的特性呢 能够很快的把答案求出来 然后到下学期 我们会教你用Laplace transform 用拉式转移的方法去求解 然后最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模拟的方法 把电路给解出来 好,我们首先一阶方程式里面 看到的就是里面包含了 有一个电感 有一个电感或者是电容的元件 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闪光灯电路 闪光灯我们知道呢 用出广泛的用在于所谓现在的相机事业 所以里面只要用一台相机 包括传统式的底片机或现在的数位机 这个闪光灯的功能还是不能被取代 当然,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 在光线昏暗的时候 曝光量不够的时候呢 照相的结果那个品质不是很好 那我们就想办法用闪光灯来曝光 这是闪光灯的不同形式 当然,由小到大,由便宜到贵 那么差别就是越大支的就越贵 这个呢可能是一两千块就有 这支可能三万块才有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里面包含了 现在新式的闪光灯里面包含了 包含了现在所谓的全自动功能 它里面有一个小型的电脑 它会自动,下面的红色 各位看到的这是一个测距 它会量它的距离 由距离来决定闪光量的多少 最后来控制相机上面的光圈 这个是所谓的我们的相机 就是包括底片机跟数位相机 东东都用的闪光灯 当然现在各位的手机上面 也内介了闪光灯的功能 像各位看到在这里 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闪光灯 那这个闪光灯上面呢 那么那这种闪光灯 包括从以前的或现在的 所谓的闪光灯单体 跟内介在那个手机上面 智慧型手机 或者上面的闪光灯呢 它的材质里面呢 原来大部分都是所用的 用仙气 这个字念仙 OK 我一直认了三 对不起 我英文老师 人到了 学到了 你这个念仙 英文叫做Xeno 好 那这个气体呢 为什么能够闪光呢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 它的电路的方块图 OK 首先呢 我们在还没有照相之前呢 先开启动 帮这个闪光灯 这个闪光灯管的前面的电容 先充电 充完电了以后呢 我们如果照相 按下快门的瞬间呢 同时启动了触发电路 这个触发电路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把下面的这个电晶体导通 电晶体导通以后呢 这一边把D呢 往上贴到我们的音级 那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触发电路呢 让我的这一根灯管的局部呢 游离化 游离化以后呢 使得了这一部分的里面 这里面的三气呢 已经变成了 由堕性气体变成了离子态 离子态以后就可以导电 一导电了以后 因为这两个电压非常的高 这一所电子呢 变成游离化 造成了这个电子呢 有游离化以后呢 电子往正极跑 那么正离子往负极跑 那么因此呢 会在早的过程中间 撞击其他的 其他的气体分子呢 这气体分子也跟着游离 因此产生了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使得 所有带电气体里面 所有里面的惰性气体 这时候统统已经离子化了 离子化的过程中间 但是一旦这个离子化过程中间 但是毕竟这个仙气呢 本是惰性气体 它有一个趋势呢 希望能够回到积态 回到积态的以后 如果电子一回到了积态呢 就把它带的能量给放出来 因为它的从积态到达游离态呢 刚好是在可见光的范围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瞬间的产生高的亮度的闪光 就是这个所造成的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仙气闪光灯电路的最基本的构造 我们看下面的图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等效电路画出来 它的电路分成两个部分 左手边的部分就是充电的部分 就是在照相之前呢 这个外面的电压源对电容器充电 充电以后呢 让我们按下快门的时候呢 它就从充电电路变成了放电电路 放电电路呢 由于这个仙气闪 那个灯管里面的等效电阻非常的小 所以说呢 造成它能够迅速的放电 也就是产生了闪光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 就我们拨过来以后就立刻闪光 闪光的话也就代表它是非常小的电阻 小的电阻就瞬间的闪光 那么这个就是放电闪光的过程 那么我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呢 以时间轴来看的话 闪光的时间非常的短 通常会多短呢 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秒吧 但充电的路线呢 就相对比较长 那么充电时间可以从1秒到5秒不等 那取决于这个电池的 现在的储存的能量 也就是它的电压值 电压越高的话 它的充电速度就越快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我们现在首先看呢 右左边的放电电路 放电电路里面 注意到没有电压源了 就单纯的一个电容器 对一个它的闪光灯管放电 OK 我们看这个呢 对于这个右边的这个电容器 而左边的电容器而言的话 它上面的电流等于CDVDT 就是电压的微分乘上电容 电感值 sorry 电容值 我用错了 电容值乘上电压对时间的微分 就是这边的电流 这个电流流出去的电流呢 等于这个电阻器上面流进来的电流 当然就是VC除上 所以这两个 一个流出去一个流进来 流出去的加量流进来的 当然就等于零 所以这个对这个回路而言 这个流出去的电流等于这边流进来的电流 那么的意思就是两个相加等于零 当加等于零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形成了一个微分方程式 我们把C除下来的话 就是变成了电压的微分等于电压除上 加上电压除上RC等于零 那它的解的形式呢 那么我们知道呢 它微分一次会等于自己的形式呢 一定是一个指数函数的形式 那就可以写出来就是V0成长1 的exp2-t除以RC次方 那这个解的形式呢 代表了它这时候呢 我们会往后再看下面的解 那么这个解呢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阶微分方程式 那微分方程式呢 在等号的右手边有两种情形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呢 等于没有主动元件 就像刚才前面的放电电路 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那电路里面包含的主动元件图电压远 就是左手边的充电电路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那么它的解里面呢 也包含了两个形式 第一个形式里面呢 就是刚才前页所看到的 与时间有关的 那么它的解通常可以写成呢 前面一个常数K2 乘上后面的exponential指数函数 OK 那这个弹数的特色呢 就是当t等于0的时候 那么xc就等于k2 就这样子等于1 第二件事情呢 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那这一项就等于0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特解呢 特解的话是一个常数项 与时间无关的相 因为它微分1次等于0 那么剩下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看出 那么xt呢 就当然就是a除上a 大a除上a 好 那么因此呢 那么我们最后的解呢 我们通常呢 就把包括了它的特解跟补充解 通通写在一起 就是k1 k1意思就是刚才上面的这个式子 就是大a除上小a的这个解 再加上k2 就是后面的补充解 就是特解加补充解 就写成了它的最后解的完整形式 那么我们知道呢 那对于物理上的意义而言呢 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间有关的补充解 就是它的暂态解 暂态解 我们知道呢 时间越长的话 就等于0了 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电路 从0到前面一小段时间里面 它的形式 这叫做暂态 意思叫做暂态 就是暂时的形态 等到稳定了以后呢 暂态解就不见了 就只剩下 暂态解就会出来了 我们后面还有这些的例子 给各位看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 在这个指数函数的 这一个下面呢 这有一个时间 这个我们叫做时间常数tau 这个叫做tau 就是希腊字母tau 就是time的t的那个 希腊字母的形式 叫做一个 那么我们称为呢 一个t当 一个t等于是呢 就是1的 就是t 这个变数t等于t的话 等于就是指数的1的-1次方 1的-1次方 所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数值呢 会下降了63.2% 就是到达原来的0.368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知道呢 因此 一个t下降了63.2% 两个t呢 大概就已经 两个t以后呢 我们马上沉进去呢 大概只剩下的0点 只剩下 一个t 两个t的话呢 大概只剩 就0.632再乘0.6 再 只有0.368再乘0.632的话 那么数值呢 马上我们算的出来 只剩下0.2左右吧 OK 那么因此呢 如果经过五个t以后 就五个时间长数呢 我们可以看作呢 已经接近于0了 好 那么当然 这个时间长数越长的话 它下降的时间就越长 那时间长数越短的话 下降时间就越快 那么换句话说呢 我们前面的暂态解呢 就跟这个t有关系 如果t越大的话 暂态解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波形 或我们的结果呢 就越长 反过来呢 这个时间长数越短的话呢 它就训 那暂态解呢 对我们实际上应用上面 就不具任何意义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呢 我们就首先 第一个呢 就首先用一个 我们学习到的 微分方式很式的解法 来解这个电路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电路呢 那这个电路 假设我们用一个电压源 在t等于0的时候呢 对这个电容器充电 好 那电路上面有三个元件 那我们微斜起来 也就三个式子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电容器的电流 就是这个电流呢 等于呢 这个 这个电容器的电流呢 等于呢 什么就是呢 这两个电压差处上 这个电流 也还是一样 我们刚才前面的 流出去的电流呢 这个流出去电流 等于这边流 这电 等于 加上 加上这个 电阻器上的电流 和等于0 因为流出去的 跟流进来的 两个抵消掉 好 那我们写起4 来就是 这个CDVDT 就是流出 这个电容器流出去的电流 OK 加上 那么这个电阻器 R的电流 等于VT 就是这边的电压 去减掉VS的电压 除上这个 除上R值 OK 那写起出来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那这个形式 就告诉我们 它等号 右手边呢 那个 不为0 就是有一个电压源的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RC呢 C除过来以后 就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作呢 诶 这个 那它的解呢 刚才我们知道 一定是两个 那包括了特解 跟补充解 OK 那么好 我们把它解出来以后呢 我们解写回来以后 带回原微分方式的 这个式子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式子 如果有解的话 OK 这个式子有解的话 我们可以看作呢 那么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首先呢 把容易解的先解出来 那K1呢 当然就等于Vs 因为这一个指数函数 这两个 我们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就不见了 这个也不见了 当然K1就等于Vs 那第二个呢 Tau是什么 Tau就是R乘上C OK Tau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就是R乘上C 那第一次 因此呢 我们好 就是把式子呢 首先 把已经知道带回元素 就可以变成Vs 加上K2 成长exponential的 负T除以RC 之方 好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呢 带回它的起始条件 一开始的时候 假设这边没有电荷 电压Vt等于0 OK 那么V0 Vt的T等于0的时候 它也等于0 那么的意思就是呢 Vs 这个T等于0的时候 这个指数只剩1 就是Vs 加K2 等于0 那么K2 就等于负到Vs 最后就写出来了 我们的最后的解就是 电压的这个解就是 Vs Vs 乘上exponential的 负T除以RC 次方 好 那么 那么画起图栏 就长成这样子 这说什么意思呢 这个图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这边电压 没有电荷 当然就没有电压了 因此 一开始的时候 V等于0 第二个呢 当时间点 无穷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出 所有的电压的压降 通通会降在 这个电容器的两边 因此 Vs的电压 电压的数值 也就是电容器的 两边的数值 Vt Vt 我们可以看多 但T时间点 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一项等于0 OK 因此 它的数学也满足了 我们的物理意义 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我们紧接着 看下面的这个 电感器 电感器跟电容器呢 基本上 两个有相同的 微分方程式 只是前面的是 电压 现在换成了电流 OK 那电流以后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 回路原理 OK 那么 L DiDt 就是这边的压降 加上 Ri 这边的压降 等于呢 电路上面 电压源的 提供的电压 就是提供的电压 分别当作 两个电压 原来给它吃掉了 一个是电感器的 一个是电容器的 好 那么解 也就形状也就出来了 跟前面也很相似 就是 IT呢 电流等Vs 除上R 减掉 Vs 除上R 乘上 R除以L 乘上T 的时间 我们告诉我们的时间长数呢 刚才前面是 Rc分之一 现在就是 R除以L值 就是 电阻 除上电感值 是决定它的时间长数 那其他的形式呢 也告诉我们 也形式也很相近 电流呢 一开始的时候 它没有电容 因为电感器有认次定律 所以 I 这个解的 T等于零的时候 第一项 OK Vs 有电流 第二跟第二项的时候 T等于零 两个相减 因此一开始没有电流 当第二个呢 当时间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第二项 等于零 OK 等于零 这个意思代表什么 这个电感器 当时间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它短路掉了 OK 这时候没有电压 这时候呢 没有 因为它 我们假设 电感器上没有电阻 因此所有的压降呢 通通降在这个电阻器上面 那电流多大呢 当然就是Vs除上R 就是只剩下第一项了 当然也可以写成了这种形式 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么了解到了前面的电容器 跟电感器以后 那个通常而言 如果交微分方程式 交物理数学 交普通物理 也就到那边就介绍完毕了 那么 以下才真正是电路学的开始 OK 我们看一个 首先看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电路 OK 这个电路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电路里面呢 也是一个充电 也是一个充电跟放电的电路 开始从1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做呢 这一个电压圆 12伏特的石流电压圆 对这一个电容器 100mF的电容器开始充电 这个充电的过程中间 旁边有一个旁路电阻在这里 3kΩ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充电 如果是说一充保的话呢 这时候对于电容器而言 它视同开路 有电压 没有电流流过去 因为假设已经充保了 时间内无穷大 好 紧接着我在t等于0的时候 往下扳 往下扳的时候呢 那这个电容器呢 就如同一个瞬间的一个电 就变成了一个电压圆 对两边放电 对这个电阻放电 对这个电阻也放电 就是形成下面的电路 好 那么因此呢 在解这个电路上面呢 我们必须要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看t小于0的时候的状态 就是像这种状态 刚才简介老师讲的 t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电容器 OK 没有电流 有电压 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拉掉 既然没有电流 我们可以拉掉 OK 然后呢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电阻 一个电压圆 一个电池 两个电阻 那上面的电容器的压降是多少 用分压定律 6加3 当作分母 OK 除以3 它所对旁边的对应的3k的电阻 马上可以把电容器上的电压 给求出来多少 4伏特 好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好我们开始往下扳 往下扳的时候 电容器 在这个地方呢 放电 OK 那么我们看首先呢 它流出来的电流 就是CDVDT 等于上面的VC除以6 就是R1 加上VC除上3 就是这一边 所以它流出去的电流呢 两条路 一条往这边走 一条往这一边走 对于这个节点而已 三段电流和加起来 等于0 好 我们写起式子来 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3跟6 并联以后 变2 1分之1 变成R1 变成了2 2的导数 那个 这个呢 我们知道 6k跟3k呢 我们最后呢 当作 那么2分之1的导数 再导数就变成5 OK 那么因此呢 它的微分方程式就相对比较简单 好 那么解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微分方程式 V等于k2 乘1的-t除上t 好 在这里面呢 它这里面 由于这个电路很简单 没有右手边的支援压源 因此k1就可以等于0了 好 那么 马上第二个事情呢 这个时间长数呢 刚才是rc分之1 t等于rc分之1 也就是这个5 在这一项的导数就是 5分之1 就0.2秒 OK 5等于0.2秒 然后起始条件 刚才前面大家知道 一开始零解 就是在零 在这个开关 没有开 往下搬之前 这两边的压降是4伏特 那么4伏特的话 马上可以解得出来 的意思就是 这个4伏特 这边k2就等于4 最后 那么电压就解出来了 电压有了电压 我们紧接着 如果你要求这一段的电流 就是4伏特 电压去除上3k 那就1.33 乘上exponential的-t除以0.2 单位是mA 好 这个题目就很快的就解出来了 OK 紧看了 下面这道题 就比较有一点给它难了 好 那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一个电路上面 开关t等于0的时候 把它打开来 首先我们看 t等于小于0的时候 发生什么状况 t小于0的时候呢 那这个电路还包含了 两个回路 上面有一个电感器在这里 OK 那么一打开来了以后呢 这一边断开来 就只剩外面的大回圈了 好 既然电感器的话 我们首先 它要 题目要求我们这一段的V0是多少 好 V0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首先呢 把用学过的等效电路的概念 我们首先呢 去求它的开路电压 开路电压就是我们看这边呢 把这个拉掉 那开路电压的话就是这个电感器上面所看到的 前面所看到的电压 好 那对于这个电感器呢 那剩下这一搭掉以后呢 就剩下这个回路了 就是包含12伏特 2欧姆 2K 跟一个富士 这个电路 那这个电路 看这点电压多少 那这个做法 我们可以用之前的 我们可以用重叠原理 重叠原理 首先看呢 先把这个短路的话 那这边就是 以12伏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6伏特 OK 这应该很简单 那么 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看了 第二个把这个短路的话 我们看这边是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到 它正端朝D的意思就是 正端朝D 那么这端的电压也是一样 22的一半就是-2伏在这里 6伏减2伏 6伏加上-2伏 因此我可以得到 它的这时候呢 它的这一边的开路电压 就是4伏特 第二个呢 我们要看一下呢 它所对应的等效电阻 就两边通通转路 2并连2等于1 所以最后呢 它的电路呢 就全部出来了 像这样子 好 所以因此呢 对于电感器而言 左手边这个大回路 最后只剩下两样东西 它的开路电压4伏特 它的等效电阻1欧姆 好 那我们紧接着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路而言的话 那么因此呢 再那么好 那么在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要求一下 在电容器 在没有断开之前 T小于0的时候 请问它的电流有多大 那当然就是4伏除上1 1欧姆加上2欧姆等于 4伏除上3欧姆等于 因此 在T小于0的时候 电流是1.33安培 好 电流求出来了 这电容 电感器在T小于0的时候 1.33安培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的 微分方程式 好 T大于0的时候 这个地方开路 这个电压源就没有用了 因为这还没有电流流的过去 那电路只剩下外面的这个大回圈 大回圈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个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 12伏特 等号右边有一个向了 紧接着 电路上面有 电 这个 L成当DIT 这个 再加上两个电阻 一个分别是 R1 一个是 R3 R1 跟R3 都等于2 然后VS 等于12伏 我们带进去以后 化解以后 就变成 微分方程式 DIT 加上2I 等于6 那么这个结果 因为等号右边有 不为0的项 它的结果一定是两项 OK 有一个是常数项 有一个对时间有关的 暂态解的项 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里面呢 然后带回方程式 我们带回去 叫T等于0的时候 然后带进区的时候呢 那我们T等于0的项 马上可以解得出来 这个K1 就等于3 那么它时间超 我们知道呢 一定是 这个 这个时间的超 等于L 电感值 出上它上面的电阻 电阻是2 电感值是 呃 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电阻的 这一个式子的话 我们看一下 既然这个前面是2 在这个地方的 时间呢 就是 常数就是0.5 那么因为回到2 等于刚好 就掏在这个地方 掏的导数在这个地方 好 紧接的话 我们带回70条件 I等于零售是1.33 因此 K2呢 就是1.667 那最后写起来呢 就是这种形式 IT等于两项 第一个是3-这样 1-667 乘上exponential的-2T 那么电压 有电流了 紧接着看电压的话 就再乘上2 那就是得到了 最后这个电阻上面 R3这个电阻上面的电压 6-3.33 乘上exponential的-2T 画起图来呢 就长成这样子 好 前面所看到的是 用非常典型的 微分方程式的解法 那一步一步的解下来 解过几次以后 你就发觉到 其实我们可以 不必那么去麻烦 OK 首先呢 假设呢 我们这个电路上面 有电压缘 或电流缘 那我们知道 那解呢 一定是长成这样子 一个常数项 加上一个 与时间有关的 暂态解的形式 就是K2成长exponential -T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 也假设 当T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0 T等于0- -0 的意思就是T小于0的意思 那这个电路已经到达稳定状态 稳定状态 它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电容器上面没有电流 是开路状态 但是有电压 那第二个呢 电感器是短路的状态 有定电流 就是没有压降 但是有电流 好 那电容当开关变动的瞬间 T等于0的时候呢 电容器跟电感器都不会立即改变 而形成了瞬间的电压源或电流源 好 那么电容器是同电压源 电感器是同电流源 去解瞬间电压去电流 就是我要解0正 上面有一个指数写一个正号 正号就是 接通的瞬间 我们把电容器当作电压源 把电感器当作电流源 我们会看以下的例子 好 那么接上去呢 我们到接上去的时候 当然我们前面提到 如果经过五个时间常数以后呢 电路到达稳定状态 那么电容器呢 会视同开路 电感器呢 视同短路 我们去解电压或者是电流 好 那么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时间常数呢 用电阻器以带为你等效的电路带路 好我们看一下 它的解是k1加上k2 一个exponential term 当接进去0等 t等于0的时候 就是k1加k2 当x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只形成k1 那最后的告诉我们的解 就会变成什么形式呢 我们的解就会变成这两个形式 第一个呢 那k1而言是当 x等于无穷大的时候解 ok就是 我们到达稳定胎的这个状况 前面提到了 好 那么后面的这个k2呢 是代表 在当时间 接通的瞬间 去减掉 时间等于无穷大的 这两边x的差别 就是我的k2值 然后再乘上我的指数形式在后头 好 我们看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里面呢 就复杂多了 它有两个电压源 有一电容器在充电 好 那时间t等于0的开关 由这个开关呢 由断开变成导通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它的解的形式 它要求呢 这个IT是多少 就是这个6kΩ上面的电阻 电流 我们知道它的电流呢 一定是这种形式 就是前面有一个常数 再加后面一个常数 k2乘上一个时间的变动项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看一下呢 当然我们看一下呢 在没有接通之前 前面已经提到 对于电容器而言 它是一个有开路的电压 有开路 这是开路 但是电容器上面没有电流化开来 但有电压 因此呢 首先呢 我们就求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那这个电压的求法呢 我们也可以用前面的重叠定律来求 OK 我们首先把这边短路掉 那这边短路掉 那由36伏特这个电压源提供这个电压多少呢 就是 我们把这个呢 当作一个分压器好了 分压器的是 6k加4k加2k 总共是12k 12k当作分母 乘上分子是10k OK 就是12分之10乘以36伏 等于30伏 OK 换句话说 由36伏的电压提源提供了30伏 到了电容器的两边 那么另外呢 12伏的这边呢 我们看它所提供的电压是多少呢 那我们12伏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边短路起来的话 还是相同的电阻 三个相加 还是12伏 只是分子变成了2k 因为它跟这个并别 它要看这2k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因此算一算的话 12伏乘上 12分之2等于2伏 因此最后我可以知道 这一个电容器 本身在T小于0的时候的电压是32伏 第二件事情我也知道呢 T小于0的时候上面的这一段I 这个电流是多大呢 我们知道这两个 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用重叠法 或者是两个 直接看这两个相减 因为36伏跟两边副端接在一起 那正端一个从左到右 一个从右到左 那么我们算一下的话 这两个合并起来等于一个24伏的电压 副端接地正端朝上 那么电阻是12k的意思代表 我的电流在小于0的时候是2mA 好 因此我们马上知道呢 对于T小0的状态 电压这一边是32伏 这个电流是2mA 好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它接通的瞬间 接通的瞬间 接通的瞬间 注意到这个开关接上去以后 这边短路掉了 这边短路掉以后呢 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下面接地的话上面直接上来 那么我要看这一个I等于多少呢 接通的瞬间的话 那么接通的瞬间这个电流呢 完全的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这个电容器呢 可以把它表示为一个瞬间的电压源 这瞬间的电压源的话 那么我们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呢 那么它的I0呢 有两个 这个电流有两个电压源提供 一个36伏特所提供的 一个呢是32伏特 这个电容器瞬间所提供的电流 那把这两个电流呢 那我们可以呢 就是32除以6k 再加上 OK 30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 等于这一边 哦 这个 我们可以 利用这个前面的等效电路的方式去求解 然后把合并起来 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那最后呢 再去当作一个等效电压源 OK 然后去把这两个再合并以后 我们就把I0就可以求出来了 I0求出来是5.3mA 5.3mA 那么好 那么这个是呢 当接通的瞬间的电流 瞬时电流 就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电压源的时候 5.3mA 那么 紧接着下一个步骤 我们要看一下呢 就是呢 我们 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我知道这边开路了 好 那这上面呢 这个短路状况仍然在这里 那请问这个电流是多少 那这个电流 当然就是36伏特 除上 6K加2K 等于4.5mA 好了 有些的这些information以后 最后 我们还要求一个事情 它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OK 那这个短路起来了 那这个4K 就没有办法计算在内 我们只看 那么 最下面接地的话 就是2 跟6的并连 是1.5K 所以时间呢 T等于0. 等于这个1.5K 去乘上这个电容值 会得到0.15ms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统整一下 K1是代表 当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我的数值是4.5 K2呢 是等于0的 去减掉 等于无穷大的 等于0.833 最后 那减就全部减出来了 4.5加上0.833 乘上1.4分点 负T除以0.15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完全没有解任何式值 我们只是单纯的 利用电路上 去求它的 我们叫70状态 跟最后稳态 就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它的数值 直接带进去 我们的解就算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下面这道题目 那这道题目呢 就更困难了一点点 好 我们看呢 还好没有到很困难 到后头那个 还有相依电流源的 电影电源的 那才叫做困难 我们看这道题目 我们知道呢 它要求 这一个 呃 4欧姆上面的压降 是多少 Vt 我们知道它的解的形式 意思是k1加k2 这道 意思是 t 当然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t等于小于0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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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状态的时候 这边短路了 好 那么这一边 这个的压降是多少 这个压降呢 这边一短路以后 上面的12欧姆 等于没有作用了 ok 那么因此 这个电路上来看的话 从这个点往右看的话 只剩下6欧姆 跟1加2欧姆的并连 变成两个电路 ok 因此 对于24伏而言的话 这个的压降等于4伏 加上6跟1跟2的并连 3等于6跟3的并连 等于2 所以马上求了出来 在t小于0的时候 这个4欧姆的电路 上面的电压是 只有16伏特 好 那这个电流多大呢 要求这一段的电流 也就是求1到这一边的电流 是多少 那这个电流就是 当然 我们把全部的电阻 刚才提到了 就4加上6跟3的并连 当作分母 24伏一除的话 就是总电流出来了 总电流已经算出来的话 那么这边是 6跟3的并连是2 2加4是6 它总电流是4A 4A的电流 OK 那么一边流过6 一边流过下面的3 OK 那因此呢 我们6加3 全部的电阻当作分母 然后对面的当作分子 除以6 那么流过 因此电感器的电流是2.67 就t小于0的时候 电感器的电流是2.67 好了 这紧接着我们看 t大于0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t大于0的瞬间 t等于0的瞬间 它电路 这个电感器呢 如同一个瞬间的电流源 OK 电流多大呢 就是刚才2.67 安培在地方 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它会形成一个电流源 2.67的电流源 在这里 OK 那么这个电流源 在这边的话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电路呢 这边开电源短路起来 我把电路重新划过 变成了12k在上面 到接地 注意接地 那这一个电阻 在这边就没有效果了 好 那紧接着看 这个电路而言的话 我们要求 这边电流有多大 OK 那么这个电流上面呢 那么我们 这个电流有多大呢 我们看 不是 我们要看一下 这边的电压有多少 那这个电压呢 等于24伏 去点 这一点的电 这个节点上的电压 这个节点 我们命名为V1 OK V1 我们要解这一点的电压 这个电压出来以后 这两个相减 才会得到我的V0 好 那对于这个节点而言 这个V1这个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作 有三段电流核 加起来等于0 第一个就是V1-24 这一个前二次除以4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加上V1 除上6 往下的电流 再加上三分之八 三分之八 2.67 在这一段电流 再加上最后的V0除以12 这个电流核加起来 会等于0 那这个会加起来 会等于0的话 我们马上解出来 V1等于6.67 这个等于6.67的话 那么 因此我们V0 这就有解了 V0加 这个地方 V就有解了 就是24 减掉6.67 等于17.33 OK 这个等于 就是代表 这一个开关 接通的瞬间 这个电压值是17.33伏 好 17.33伏 那紧接着我们看 当T点无穷大的时候 那这个电压是多少 当T点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马上知道 这一个短路下来 OK 然后 这个 这个短路下来 这个电感器也短路 的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短路的话 这些电阻 对于一个短路的东西 它没有作用 对于12欧姆的电阻 这个电阻 在头顶上 短路也没有用 OK 那么对于这个 6欧姆的地方 短路而言 也没有用 因为这边是接地 这边是零 这边是零 这边也是零 所以 最后使得 这个4欧姆的电阻 最后呢 承担了所有的压降 24 好 24 因此t点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这个 v 就等于24 最后 最后 我们要看它的等效电阻 从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开路 电容电感器开路 在这个地方 开路以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开路以后 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个 然后把这边短路 OK 那这边开路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呢 那它的等效电阻是什么呢 就是 4 6 12 跟1 最后是4 6 12 3 4 等于 哦 我说错了 这边短路起来 12就不计了 最后看起来就是 4 6 跟12 三个的并连 是2欧姆 那电感器 除上了 电感的数值 除上了 它的等 是等于4 亨利 除上了 它的 2欧姆的等效电阻 应时间长数是2秒钟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把整理一下 k1 所代表的是 无穷大的 电压值 24 那k2呢 代表起始的电压 简叫 无穷大的 吻胎的电压 那我们解出来是-6.67 那最后我们的时间 就求出来是24 减加6.67 只要exponent 的-t 除上了2 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长数 得到我们最后的最终的结果 好 我们接着看295月的范例7.5 好 这个电路图呢 做在296月的A到F上面 OK 首先看这个电路图 在t小于0的时候 开关直向1的位置 的意思就是 这个3N的电感器 利用这个12伏特的电压源充电 在上面呢 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 是电压是等于这个IA的两倍 就是这段电流 4欧米的电流的两倍 好 我们要求这个6欧米上面的压降是多少 我们知道它的压降形式一定是一个常数项 加上一个指数形式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当t小于等于0的时候 12伏特降在这个在上面是12伏特 4欧米上面所受到的压降就是12伏特 因此 4欧米的电阻器上面的电流就是3A 那这边是3A的话 OK 那么 这一个相依电压源上面的电压是多少呢 3乘以2 是来到了6 OK 换句话说 这个6 但是6伏特的正6伏区接地 因此在这一点的话 是-6伏特 好 我们12伏特在上面 正12 减掉-6伏 OK 减掉-6伏 当t小于1的时候 这边短路 那么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 这一边的电 那这个压降就是12 12 减掉-6 来到了18伏 好 18伏的话 那这个是来到18伏 18伏除上了6欧米 因此这个电感器上面的电流是多少呢 是3A的电流 好 3A的电流 那么6欧米的电阻压降是18伏 当t小于0的时候 好 紧接着我把开关搬往上搬 这个12伏呢 就变成了36伏 串一个2欧米的电路 但一搬上来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呢 在... 在接通的瞬间 这个三坑力的电... 感器上面的电流 三安培的这个电流呢 瞬间不会停止 仍然维持三安培 因此在接通的瞬间 我可以试做 是一个三安培的电流源 在这个地方 那对于右边这个回路而言的话 它的电流大小就是三安培 因为有一个这个电压源在这边 而电流受到影响 OK 再讲一遍哈 这一个三安培的电流 主控了这一个回均上面的电流的大小 因此 在接通的瞬间 t大于0的瞬间 它的电流仍然维持3安培的压降 就是18伏特 好 这个了解哈 就是t小于0跟t大于0的瞬间 这个压降不改变 都是18伏特 好 那么紧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那这边压降是多少 那这边的时候 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个电流源不见了 这现在已经短路起来了 好 我们紧接着就用 可惜匯夫 回路原理 小回圈 大回圈 对于小回圈而言 这个电流是i1 大回圈的电流是i2 这个2Ω上面 有两个电流i1加i2乘以2 加上4乘上i1 就是小回圈等于36伏 大回圈上面 这个电阻也算了大回圈之一 就是2乘上两个相加 再加上6 再加上大回圈的6乘上i2 这个电压远次小 副端朝上自己 因此也必须用减2 减掉这个电流多少 就是2乘上i1 因为i1等于iA OK 那么我们去解这个事实解出来 发觉到i1等于i2 都等于4.5A的电流 好 4.5A电流 那么这个6欧姆的电阻器上面的电压是多少呢 就6乘上i2 来到了27伏 T点无穷大 搞定了 它的电压跟电流也都求出来了 好 紧接着我们要求它的时间常数 这个T T T我们知道是L出上R 那L已经知道三亨力 那R是多少呢 R就是一把这个电感器拉开来 开路 看到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就是 那等效电阻因为它有一个相依电压源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重叠原理 我们唯一的方法只能先量开路电压 再量短路电流 开路电压主上短路电流才会知道 好 我们首先呢 我们看量它的那么 我们首先呢 我们看它的开路电压是多少 开路电压我们刚才这边知道了 这个小回圈上面 这个小回圈上面 先看这个回圈上面 2 4 的意思代表了 这一边的 从正端的电压 应该是 36乘上6分之4 6分之4 36乘上3分之2 正端来到24伏 24伏 从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一个小回圈这边的电流多大呢 6A 因为36除以2加是6A 6A 6A的话 这一边等于6A 这个26112 这个是-12伏在这里 因此正24-12 因此开路电压就是36伏 OK 紧接着短路起来 我要看它的短路电流是多少 还是用回路原理 小回圈大回圈 小回圈 36等于2 乘上了 IA'这个电流 再加上短路电流 OK 再加上4乘上I 这一个呢 I' OK 那等于36 那紧接着大回圈 OK 我们照解 这一个电 这个压价2乘上 两段电流的核 再加上6 这个乘上短路电流 再减掉2乘上 这个小回圈上的 IA' 可以减出来呢 短路电流 4.5 那么 等效电阻 开路电压 出上短路电流 来到8欧姆 那么时间长速是 电感值3根力 出上了8欧姆 来到了0.375秒 好 K1所代表的事情是 当无穷大的时候 电压27伏特 K2代表是 0点的电压 那减掉无穷大的电压 18 减掉27 来到负9 最后 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V等于27 减掉9 成长exponential的 负提出上0.375伏特 好 这就是范例7.5 7.2 一接电路 首先介绍单位不接函数 什么叫不接函数呢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就这一个函数呢 当它小于0的时候 这函数等于0 当它时间大于0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等于1 那么画起出来呢 就好像这样子 就如同一个台阶的一个阶 小于0的时候它是0 大于0是1 那么换句话说呢 在t等于0的时候 有一个不连续的地方 因为它极限值 从左边跟右边是不一样的 从左边来 从左边来 它是趋近于0 右边来趋近于0 极限值在这个地方 它不存在 左边的右边不等于右边 因此它就不连续 OK 那在不连续 那么它在电路学上 1呢 就如同是像一个 物理上 就如同一个开关 当t小于0的时候 这个开关打在0的位置上面 这时候呢 我们在右边这两个侧点的 侧出来的电压呢 是等于0的 当t等于1的瞬间 我开关从1的位置 进入到2的位置 2的位置 接上去以后呢 因此我在这个侧点这边呢 就读到了我要看到的 虚影要号的电压值 V0 换句话说呢 这个开关 我们可以化解成为一个数学 数学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就是UT U 代表了是 翻译成叫做 布结函数 那么换句话说呢 布结函数呢 因为它的值是1 因此呢 对于任意值而言的话 任意的V0输出的话 那我们就V0成长UT 那就会得到这边的电压 因此我们用一个数学符号 数学函数呢 显示了一个物理上面的一个机械的动作 就用这个布结函数来显示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下面的 好 这样子的话 首先 当然 你说是T等于0 那我在任意时间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那我就在瓜谷里面呢 写的改成T-T0 那么E还是一样 T大于T0的时候 它的数值等于1 T小于T0的时候 数值等于0 我按句话说 在T0的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不连续点 OK 那么也就是呢 那意义上面的物理意义 或电路学的意义 就是在T等于T0的时候 开关从这个位置 拨上这个位置 好 那么写起 那么它的函数符号呢 也就是代表 就是它的I0 这假设是电流 假设这边是个电流源的话 这边要量它的电流 就是U 瓜谷T-T0 代表T等于T0的时候 它有一个从0到1的变化 好 那么好 那利用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建构一个脉波 什么叫脉波 就是在T等于0的时候上去 那T等于大T 大T的时候呢 下来 那换句话说呢 它上去再下来 那么有一个 那这样子呢 就称为叫做脉波 脉波的话 什么叫脉波呢 就是当T比较短的时候 怎么这么短吧 我们知道 人的心脏的脉波 一分钟跳 一秒 一分钟跳七十二次 那一个脉波的话 正常人在正常状态 是一分钟七十二次 它每一个时间的 这个大T的时间呢 大概小于一秒钟 那么因此呢 如果时间够短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它叫做脉波 然后这个够高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称为 这个叫做脉波 那脉波的话 可以看作呢 在T等于0的时候上去 然后T等于大T的时候下来 那写起来呢 就可以写成这两个函数 第一个相减 第一个右等于T的时候上去 那T减到大T的时候下来 那么画起出来呢 可以看作呢 我们利用重叠原理 那么这个脉波可以看作 这两个函数的相加 一个是UT 然后一个是负的AU成这样 刮乎的T减掉T 那么好 这负的话代表它是 它是加上一个负的 所以变后两个相加以后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像 类似像这种的函数 当然你也可以把定义起始的点呢 从时间T等于0 改成了T等于T0 那么函数呢 就可以表示成为 比较复杂的形式 就是UT 关乎是T减 T0减掉 最大的是减 因为要下来了 减掉T减掉 T0加上T 这个大T呢 就代表这个脉波的宽度 大T代表脉波的宽度 就好像刚才林亚老师心脏的脉波是0.72分之60 好 那我们紧接着 我们就看一些相关的一些立体 首先看这道立体 这道立体呢就是说呢 在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电压 电压源接上了三个电阻 然后其中有一个电阻 跟这个电容并联 但是呢 这个电压源呢 它是一个脉波 像like this one 就像这个 一开始在T等于0的时候 从0变到9伏特 到0.3秒 就用9伏特降成了0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呢 首先假设 它如果是说 假设一下 如果 这一个电压 如果是9伏特 一路到底的话 那请问 这个8kΩ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们直接用 这个分压定律来算 就全部的电阻当作分母 6k 4k 跟8k 3个加起来 分之8k 可以乘上9 等于来到4伏 换句话说 如果 这个电压源 9伏特 一路到底的话 我的8kΩ的输出Vout 会等于4伏特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紧接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 首先第一个状况呢 当然有了一个电容器 而且假设 电容器 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电压的 那么换句话说 我给它9伏特的时候呢 这个8k呢 它就不会是 一开始4伏特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容器要充电 那么这个充电的 使得的什么样子呢 使得这一个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输出呢 它不是一次到位 而是逐渐的上去 像一个充电的形式 按照前面的 我们学到的 前一周所学到的 它的结果 一定是一个稳定态 去加上一个它的 加上一个稳定态 加上一个站态 所形成的结果 好 那么因此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对于这个电容器而言的 它的时间长数 是已经有了 R等于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3 这是6k跟12k的 这两个的 并联了以后的结果 它们它等效电阻是4k 那么它时间 4k乘上100mL的话 这来到0.4秒 换句话说呢 时间从9降到它的 63%的话 要到0.4秒 那么在0.3秒的话 它还是 连一个时间长数都不到 因此呢 它电压呢 还有大概不少的 还有非常可观的 好 否则我们一步一步来 那我们可以 首先可以看作呢 从0到0.3秒的话 那么基本上 它是一个充电电路 我们看 也许能4-4成 HXK的负梯录代走 ide级AV 你换它 也放到一个 负梯智脏 打到0.4秒时 摄瓷ト 那jqu然0.4秒比 这个函数,刚才林介老师说的,它是在一个充电电路上面,那充到这个时候呢,电压有多高,2.11V,大概是这个9V的,大概比1 3分之1还要小的地方,就是说,我给它的9V,但是这一个8K的输出电压呢,只有2.11V,但是呢,过了0.3秒以后,它就关掉了,那么势必呢,它就要开始放电了,就从2.11V, Exponential的,同样一个,Exponential的形式,在后头,只是前面的起始值呢,从变成了,从起始,从2.11V,开始往下走,OK,那么就是,也是呢,按照前面所讲到的,它的时间,T减了0.3,再除以0.4,就是它的指数的所代表,是在这个地方,当T大于0.3的时候,好,我这两个结果,我们能不能写成一个式子,OK,写成一个式子,那怎么写呢, 就利用刚前面所学到的,布阶函数来写 7.3,二阶电路 什么是二阶电路呢,就是电路中,包括两个储能元件,储能元件,我们说在这里讲的是,电容器或是电感器,那电容器跟电感器,是并联或串联电路,我们看左手边这个并联电路,四样东西,一个电流源,一个电阻,一个电感器,一个电容器,四样东西呢,并联在 并联在一起,并联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克希霍夫的节点定律,四个元件的电流盒等于0,或者是说呢,我们那么电流盒的话呢,另外一件事情呢,并联的话,四个元件有相同的电压VT,好,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样一样来看,第一个,对于电感器, sorry,这个电阻气上而言,它的电流呢,就是V,除上R,对于这个电感器的话呢,电流有两项,第一个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的电流,就是I,挂呼TA0,第二个呢,就是电,这个电压呢,在电感器上,对时间的积分,除上了电感,OK, 因此这个时候呢,电流呢,有两个,就注意到这两项,对于这个,呃,电感, sorry,这个最右边的电容器而言的话,它的电流等于C,对,沉上,呃,电压对时间的微分,好,这个三样的核,当然等于,这个,呃,最左边这个电流约上的电流, IS,OK,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呃,左手边这个,四样东西,呃,并联在一起,我们用节点定律来求,得到的一个微分跟积分的式子,注意到这边是积分,这个是微分,好,紧接着我们看,右手边这一个电路,这个电路也是我们称为这个叫做RLC,呃,串联电路,OK,那么我们串联电路的话,那么, 利用客席卧物回路原理,呃,呃,照着回路一圈的话,它的电压等于零,OK,好,我们看一下,呃,第一个,假设从左下角出发了,第一个,负的VS,我们放了等号右手边,就变成正的VS,等于,第一个,电阻气上面的压降啊,电流程上啊,没有问题,第二个,对于这个电容器而言的话,它有两项, 一个是一开始上面的电压,就是VC,加上呢,这个电容,而第二个,加上呢,这一个电压对,呃,sorry,电流在时间上的积分,OK,从T0G到T,除以它的电容值,就是这一项,然后对于电感器而言,它的压降等于L,成长,呃,电流对时间, 这边的微分,L,成长,DI,T,好,这也是总共有四项 好,那这项里面有计分,有微分,呃,比较难以处理,怎么办 我们呃,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左右这两个字子 再对时间,再微分一次,再微分一次的话 那么微分一次的,就变微分两次 然后在这里面呢,如果跟时间无关的,如果它是一个长柱的话 对微分呢,就不见了 那这个积分的式子呢,微分掉一次以后呢,积分就不见了 就变成了原来是VX在这里 好,那么这个档就变成了,V就变成DVDR 就这时间V呢,原来是V的话就被微分一次 好,那写起来呢,就会变成这两个式子 OK,上面的就是代表刚才所看到的 对,上面所看到的,这是微分 这个是回路原理的,这个是节点定律的,统统在这里 好,那么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在这右手边这一边,等号右手边这里的话 有那个,这个是电流源,这个是电压源 OK,那电流源的电压源,假设电流源它是一个常数 就是说电流源或电压源呢 它是一个,例如说一个直流电压源 它对时间呢,没有关系 它对时间而言,它保持Constant的话 那么最等它的右手边就可以 对时间微分呢,就会变成等于0 诸下面的式子,诸下面的式子的话 那我们去解微分方程式啊 那它的解呢,它是一个战态解 什么意思呢,战态解的话 就是说时间,它的解是在导通的瞬间 它有一定的特定的形式 那随着时间久远以后 它一定是要么就趋近于0 要么就会趋近一个常数项 OK,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称为战态解,C代表Complementary 也叫做补入解的意思 好,那么它解数过,就是换句话 那我们可以再解释,就是等号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微分两次,加上微分一次 加上自己会等于0的话 它的形式呢,一定是一个指数函数的形式 就是一个系数,成长Exponential的E2的-ST的 E的ST次方 OK,那我们把这个呢,带进去的话 会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元二次方程式 OK,那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各位在国中时代就有解 它解里面有两个根 一个是像这种形式 另外一个像这种形式 那么其中这里面它的自然频率呢 我们成为Omega0在这个其中 我们后面还会用得到 好,那么这个特性方程式的话 解出来以后它解了,一定是像成为这种形式 那接着我们想办法把K1,K2,S1 把这个两要解出来 那怎么去解呢? 我们用它的起始条件 就是当T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K1加K2的数值 第二个呢 唯一分一次的时候呢 唯一分一次呢 然后把T等于0带进去 那么我可以得到SK1加SK2 那我们也从电路上面 把它这个值得知道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 解出来以后 K1,K2就解出来了 好,那么因此解除电路的策略就是 首先呢,把电路为分方式解除出来 然后紧接的转换成为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决定呢,它这个 我们就是决定的这个C的数值 是否大于等于或小于 如果大于就是欠阻尼 然后小于就是过阻尼 那等于就是临界阻尼 然后紧接的就会得到细数 好,那么首先状况一呢 假设是过阻尼 过阻尼的话 我们知道它的画期突然呢 会长成这种形式 它就是先上后下 然后时间拖的比较长 OK,它的解呢 一定是两个指数函数的和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如果两个指数函数呢 那么这个叫做overdamp 就是过阻尼 那么它一定是一个 那如果它有对应的这个s函数呢 s平方加as加b OK,然后它两个根一定是 正成为这种形式 那在根号里面的a平方解释b呢 一定大于0 大于它有两个十根 分别是α跟β 紧接着如果我把t等于0带进去 那么还有两个 t等于0的话 那这个就等于1 1,那就等于k1加上k2 微分一次的话 再把t等于0带进去的话 那么它的微分的数字 等于α乘上k1 加上β乘以k2 好,这个是我们先大致了解 它大致形式以后 紧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好,这个rlc并联电路 电阻等于2欧姆 电容等于0.2法拉第 电感等于5亨利 好,那么我们把微分式子写出来 然后把rc分别带进去 那得到这个s函数是s平方加2.5s加1 解出来两个根分别是-2跟-0.5 好,带进去我们知道 那么第一个呢s1跟s2就有解了写在这个地方 就α或β在这个地方 紧接着我们看k1跟k2怎么求 那么这里面总要知道呢 这个电感器上面的电流是-1A 然后这个的电压是4伏特 ok,这两个它起始条件 那么首先把它0带进去 ok,那0带进去以后呢 我们知道k1加k2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电压是4伏特 就代表v等于4伏特 那么就是k1加k2等于4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从这个电流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复习一下 这一边的电流加这个电流加这个电流等于0 ok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电容器上面 cdvdd c乘上电压对时间的微分 加上v除上r加上il等于0 好,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压已经知道了是4伏特 所以这一项搞定了 那r也知道了 一开始上的电感器的电流是-1amp 也知道了 好,换句话说呢 那个电流也知道了 所以c也知道了 所以多几阶的 我们就用这个原始的这个通式的解呢 去对时间做微分的话 一微分出来 然后把0带进去 好,带0带进去的话 我们这个带进去的话 就会写成刚才老师讲到的 α乘k1 就是-2乘上k1 减掉 应该是加上β乘上 就是β是-0.5 乘k2 等于 刚才我们把这个0 把解出来 这个dvdt呢 当t等于0的时候等于-5 好,那么 因此我们会得到两个式子 第一是k1加k2等于4 第二个-2k1-0.5k2等于-5 好,那写出来k1等于2 k2等于2 也等于2 那么最后写出来 电压就等于这种形式 好,电压出来以后说 代表了这个电压 但是我们要求这边的电流 电流怎么求? 电感器的电流 刚才林剑老师提到 就是把电压对时间再积一次分 把原来是再积分以后呢 除上它的电感值 我就会得到的电流 电流就会写成 0.2乘上exp-2t 再减掉0.8乘上exp-0.5t 那得到它的电流 那画期出来呢 就长这样子 那么它是一次到底的一个曲线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用tina 给模拟出来 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解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这是范例7-7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的 如果是underdamp underdamp就是呢 b²-4h 这个根号里面呢 是一个小于0的 它会得到一个虚数 虚数的话 那么就有一个 虚数的话 那么可以得到两个解 那么这两个解呢 虚数的部分 可以变成sin跟cos 的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画出来的波形呢 会变成如此 那么它有一个nv load 我们外面有一个波包 波包呢是前面的exponential 这一项 它的正幅会逐渐的消失 然后呢 第二个它会做周期新的震荡 所以变成一个震荡曲线 再加上一个 呃 这根号里面小于0的时候 它解释α加jβ 那这个是α-jβ 注意到 因为避免它的i跟电流跟这个 会虚数的 还有根号-1 两个相混 因此在这里我们用j代表 虚数i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注意到哈 为什么不用i的原因 就是因为避免跟电流相混合 好 那么写出它的根的通式 就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ok 然后 那么这个形式里面呢 那么其中α就在这里 就是α就是前面的实数的部分 然后β就是根号里面的数值 ok 那么这里面解出来以后呢 我们首先如果把t等于0带进去的时候 指数变成1 后面没有了 就日子称k1 ok 因此 首先第一个其实条件 会把k1给导出来 微分掉一次以后呢 我们微分了一起之后 再把时间t等于0带进去的话 会得到α乘k1 加上β乘k2 好 那紧接着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就是rlc的串联电路 其中c呢 电容值等于0.04法拉第 那个电感值等于1亨利 然后电阻等于6欧姆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容器上面的电阻是负氏伏 然后它上面的电流上面一开始 我们的it等于4A 好我们带进去呢 就首先呢 这个有刚才前面提到 这个是一个二阶微分方程式 然后呢 它式子可以这么写 然后我们分别把rlc的数值带进去 会得到一个s平方加6s加25等于0的这一个 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它两个解分别是-3加4j跟-3-4j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把这个呢 写成了电流的第一次 我们它的通解就写出来了 就是exponential的-3t 再乘上k1乘cos4t加上k2乘上sin4t 然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 刚才前面提到 t等于0的时候 k1就出来了 4等于k1 就是k1就有解 k1等于4 紧接的把电流 这个电流的这个式子 对电流对时间的微分 一微分以后呢 那么刚才也知道呢 微分以后呢 这式子它的结果 t等于0带进去的话 等于-3就是α乘k1 加上4乘上k2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第一阶段 已经搞定了 这个-3等于k1 好 那紧接着我们看下一页 那既然首先呢 我们就用回路原理上面 回到刚才的这个地方 这边的电压 R乘上i 加上l乘di 再加上这边的电压等于0 我们用起始条件分别往里面放 好 那刚才我们把起始 往里面放的是i0 跟Vc Vc 往里面放进去的话 会得到DiD 当t等于0的时候 等于-20 -20等于-3k1 加4k2 那么k1已经知道了 那么k2就直接求出来 k2是-2 那么紧接着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那么等于-3t 加上4乘 口上也4t 2乘上3也4t 然后我们如果要求 这个电容器上面的电压的话 就是全部的电 就等于什么意思呢 那当然就这个电压 当然就等于这个的电压 两个电压加起来的负值 ok 那就是我有电流了 乘上这个电阻 再加上l乘di 那最后就通通求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 如果画起出来 就长成这样子 我们用tina去模拟的话 好像不大成功 只看到后面这个部分 前面部分被写掉了 那原因我还要继续去追查 好 刚才介绍过了欠阻尼 就是它会震荡 紧接着我们介绍的灵界阻尼 灵界阻尼就跟这个过阻尼很像 只是呢 由先上后下的时间是最小值 在这个地方最小值 那再往进去的话 就会变成了开始震荡了 ok 那么这就是从先上后下的最后的一个数值 ok 那它解等于 这数学意义的解呢 就是它有两个相同的十根 那相同十根 它的微分式子呢 就变成第一个还是一个指数函数 第二个呢 就指数函数前面乘上了一个t 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会得起图来呢 就会得成一个这个先上后下的 但是它的t是最小的 时间是最短的这个形式 ok 那么也那么好 那么我们如果把它数学性质代表 就刚才老师提到 就是b 平方减4的7等于0 那么它有两个相同的十根 它们两个的数学的解的 一分别是exponential 跟t的exponential 然后t等于0的时候呢 只剩下前面的k1就可以解出来 要微分一次呢 然后微分一次以后 再把时间t等于0带进去 就变成α乘k1加上k2 ok 好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了以后呢 我们紧接着 我们可以看做 好 我们在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的 范例 范例 因为就是长成这样子 它是有串联加上并联的电路 好 就会有串联跟并联电路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呢 在这个电路上面呢 我们首先从大的回路来看的话 ok 那这一边的 那个电感器的压降 当时L成DiDT 没有问题 加上i乘上R1 ok 再加上VT 这边的VT等于0 第一个从大回圈来看的话 就是第二个式 第一个式 但是从小回圈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这一段的电压呢 那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 有大回圈呢 在这一段里面 我看到的 这个样子有一个节点 进来的电流 等于出去这两边的电流的核 ok 好 那么因此这一段IT 就是这个IT ok 这个IT 等于呢 C乘上DVDT 等于 什么意思呢 这一段的电流等于电容器 这C乘上的 它的上面电压对时间的微分 C乘DVDT 就代表这一段电容器上的电流 再加上这个V除上R2 电阻器上的电流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把这一个i带回第一个式子 ok 然后合并起来的 最后变成了一个 电容器上的电压 对时间的二次微分 ok 再加上括弧 这个是沉上电压对时间的一次微分 再加上后面这个项 那么分别把R1等于10欧姆 R2等于8欧姆 C等于0.125法拉第 L等于两个亨利带进去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微分方程 二阶的微分方程式 同时把它特性方程式解出来 它的解决很漂亮 它是一个s等于s 它两个有相同的10根 分别等于-3 会变得 好 那么两个根等于-3以后呢 那我们知道 它的解定是exponent一个指数函数 ok -3在前面乘上k1加上k2 乘上t 它微分一次的话 我们等于这个形式 还是exponent-3t乘上-3k1加上k2 乘上-3k2t 然后把t等于0带进去 ok 那么带同时把它微分 也已经知道呢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容器上面有一个电压是1伏特 1伏特 我们知道就等于它的k1 k1出来已经搞定了 我们紧接着看k2 好 那么在t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t等于0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上面的电流 这个电流等于v0除上r 这个电流除上r2 这个电流等于这个电流加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等于就直接v0除上r2 再加上cdvdt 再把这一件其实的电流 dvdt c乘上0 ok 然后呢 那么我们同时呢 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解了出来 那么t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起始条件往里面摆 ok 如果起始条件往里面摆的话 我们就知道dvdt t等于0的时候等于3 3的话 那么等于 那么有3了 那么我们再带回原来的式子 把k1等于1带进去 那么k2就可以解出来 k2就会等于6 ok 解出来了以后呢 最后统统写出来的电压就是exponential-3t刮虎 1加上6t 好 那么画起图来呢 就长成这样 这是直接在google上面把数学程式打出来呢 他就会把这个图画出来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一开始t等于0除等于1 然后在t等于0.1秒的时候 它有一个最高值来到1.f 紧接着就开始降足处的降成等于0 就是代表 它上面的这个 我们要解出来这个Vt的电压的值 大概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最大值 然后紧接着就会逐渐的decay降成等于0 好 紧接着看下面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跟前面一个题目有不一样就是呢 一开 在这个电路上前面的电路rlc只靠70条件 在这个电路上面呢 除了起始条件外 另外呢 也在旁边加了一个 我们叫不接函数 就t大于0的时候呢 有一个12伏特的电压 加在rlc的电路上面 好 那rlc电路上首先我们知道 那这个解法的话 跟前面的很类似 首先把它t等于0去解 那第一个呢 分为特解跟普通解 那普通解 就是刚刚前面的占态解的意思 就是占它的自然响应 对时间等于0的时候会不得 那么它的特解的形式等于什么东西呢 特解就是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它这个电压 那我们知道 以这个12伏特来看的话 t等于是无穷大的时候 应该所有的电压降 通通会降在这个电容器上面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 好 因此对于它的解而言的话 就可以写成两个形式 前面是暂态 就是一开始接通的前面若干秒 ok 它等于这是电压的形式 第二个呢 当时间无穷的 无穷大的 这个exponential 负担在这个地方 会让前面指节会等于0 ok 后面只剩下后面的12 所以k5应该是12 我们可以知道 好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如果c等于 这个c等于0.04法拉第 电感是1亨利 R是6欧亩的话 就刚才那个电路 我们解出来 它是一个欠阻尼的形式 它的解出来 它的自然频率是 Omega0等于4 那解出来是这种形式 ok 那么景业当然 我们可以要把 它的起始条件带进去 把k3跟k4解出来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 ok 那么假设这个解出来的形式 已经解出来了 出来是k3跟k4 好 我们看一下 ok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把它这个式子 对时间的一次微分 一次微分以后 然后呢 把它的起始条件带进去 ok 那起始条件 微分一次的话 那么 我们微分一次的话 会等于它的 就是等于 这个微分以后 这个不见了 ok 这个就cdvdt 然后这个就变成 i除上 然后电感器就是上面的电流 加上v除上r ok 好 我们分别把它带进去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 这个微分数值 刚好等于 等于100 100就等于前面知道了 就是负3k3加上4乘上k4 好 那么 由于开始 我们知道 一开始上面的这个电压 ok 一开始上面的电压 是负4伏的话 是等于前面的cosk3 那么 因此 因此我们可以 等于k3呢 再加上后面的有一个起始的电压 等于我们把0带进去 对一掉 k5 你知道是12 带进去 那么k3就解出来是-16 那k4呢 就是-13 带不进去 k4就解出来 那最后呢 就写成这种形式 当t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它是12 ok 然后分别 那么k3 那么 无限大的时候 前面这项不见了 一开始的时候 t等于1的时候呢 这个等于-16 -12 有点-4 满足前面的这个条件 ok 好 那在这个里面解法 就是说 我们在解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 微分一次以后 把17-10条件 不要忘记 它的解 还有一个 微分的时候 k5不见 没有问题 但是呢 没有微分的那个 t等于70条件 当t等于0的时候 不要忘记 后面还有一个 k5的12在这里 ok 这个是唯一要比较注意的地方 不要忽略到这个12 有12以后 才能不能把正确的k3给解出来 k3解出来就是前面cos的前面这个系数 那k3出来呢 k4呢 是从后面的这个 回分这样出来 注意到k5已经不见了 在这里 注意这个是 我们假设有一个 不接函数 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ok 就是这个 回分的形式的右手边 等于有一个常数 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这个常数而言 不大会影响到 这个原来 站台函数的运作 但是会影响到它的数值 ok 接着我们看 第315页 最下面 範例7-11 一路到317 这个电路比较复杂 ok 这下方是一个简单的 C跟R并联以后 再串联L跟R1 这个电路 ok 那这个电路上面 我们看到 ok 那么 呃 上面呢 有一个外接的电压源 12伏特 好 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压在12伏特 对电感器跟电容器充电 紧接着T大于0的时候 开关由下 拨到上面 电压从12伏换成24伏 其他没有改变 好 在这个电路上面 电感是2亨利 这个R1这个电阻是10欧姆 R2这个电阻是2欧姆 C这个电容是0.25法拉第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电路上面的 第一个五式子呢 对 我们看到了 呃 我们用这个 客系货布回路原理 24伏等于 L乘DiDT 这个的压价 再加上电流乘上R1的压价 再加上 这个VT这边的压价 OK 好 这个VT 紧接着呢 对于这个节点而言 进来的电流等于 这两段的电流的何 OK 那么 iT这个i等于 C乘DVDT 再加上 V 除上R2 OK 那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把i带回 第一个式子去解以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 电压对时间的二次微分方程式 其中DVDT 那我们看到了DVDT的二次 再加上DVDT的一次 再乘上前面的常数 再加上V的0次 再乘上的细数 等于24除以LC 那么分别把R1 R2跟LC的数字带进去以后 会得到一个 这个S方程是S平方加7S 加上12等于0 那有两个时数解 分别是-3跟-4 那带进去 不要忘记 这个力量因为有 外加的电压源 所以呢 它的解变成了K1 K2 还有一个K3 代表等于T点 无穷大的时候的电压 OK 好 我们先了解就是 它的 它的通解的形式后 我们点一下下一页 我们分别把K1 K2跟K3 可以解出来 好 那么首先 我们在这个地方 重先把这个式子 造写在这个地方 它的相关的数字 跟我也从前演义到这边来了 首先呢 我们要对它的趋势条件 要给予了解 好 第一个呢 当T等于小于0的时候 就先看这个回圈 小回圈这有个12伏特 刚才前面知道了 那它的压降 这边注意到 这边有两个电阻 分别是R1 等于10欧姆 R2等于2欧姆 因此 这个电容器上的压降是多少呢 那么 利用分压电率12伏特 外加10跟2欧姆上面 因此呢 当T小于0的时候 这个电容器上面的电压值是2伏特 好 那么这个第一件事情搞定了 好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电感器上面呢 一定有电流 这电流多大呢 就是我们看到10加2 12伏特 相当于电容器上面的电流是大概是1A 好 因此呢 在T小于0的时候上面的电流是1A 上面有2伏特 因此 从开关由下波上上去当接通的瞬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感器 可以视为一个1A的电流源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电容器上面 可以看作是一个2伏特的电压源 注意到 这是瞬时 叫0plus 那么 因为0开始大于0的时候呢 由于电阻在这里 瞬间的这个电流就会立刻的下降 但是 可以当作我们很好的起始条件 2伏特 1A 好 那么紧接着当我们看一下 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走外面这个回圈 这个12已经不见了 这个12伏特呢 那这个电压是多少 电压很简单 就是这个10 这个是2 24伏特的话 就告诉我们 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个电容器是开路的 上面有个电压 电压多少 是4伏特 4伏特的话代表 那么我们代表呢 K3就知道了 是4伏特 因此 它的解的形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 好 这个解式形式呢 它是K3等于4伏特 所以由一项搞定了 然后紧接着 我们把它的起始条件 2伏特带进去 2伏特的话 我们知道带回这个地方 T等于0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1 那就K1加K2加4 4等于2 2 2该置于这个地方 2伏特 好 这个第一个事情搞定了 就是第一个式子 K1加K2等于 4拉过去呢 当然就等于-2 OK 我们紧接着看 如何去解K1跟K2 好 那么从上这个样造写 刚才也知道了 这个式的通式 就写成这样子 刚才也知道 把T等于无穷大臭 4伏特 把K3搞定了 同时 当T等于0的时候 等于2 等于K1加K2 等于-2 好 接着 我们看这个式子 24伏的这一个式子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式子的话 那么 我们重新再来 对于电感器上面的 压降CDVDT加上 CVDT 这个边的 我说错了 我应该从这个节点来看 对于这个节点而言 这边的电流 加这个电流 等于起始的电流 OK 那么 对于这边的电 电容器上面的电容 等于C层上DVDT C层上电压对时间的微分 加上这边的电压V层上R2 就代表这边的电流 这两段电流等于进来的电流 OK 不要忘记 一开始T等于0的时候 它是1A 所以这边等于1A在这里 OK 然后 VT这个 有一开始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2伏特 所以这个2等于2伏特 也知道 OK 换句话说 DVDT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节 从它的起始条件 我们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可以把T等于0 带进去 R等于带进去 那DVDT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DVDT当T等于0的时候呢 从电路上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数值 OK 然后 DVDT等于等于带进去 好 那么算进去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 那么DVDT呢 又可以从这边去求解 所以我们知道 这边的解体面告诉我们 那这边就等于 -3K1 减掉-4K2 然后T等于0 OK 那么-3K1 减-4K2 好 那-3K1 等于-4K5 那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分别把0 1安培带进来 把 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边 V0等于2伏特带进来 OK 那么 然后分别把C 除进去 这个是1安培 所以C 0.25 这一项是4 那么 V0等于2 带进来 R2等于2 2欧姆 C等于0.25 所以 这个是2乘上0.25 那 2等于0.5 2除以0.5 也是4 所以 4-4等于0 等于-3K1 减-4K2 从这边 为分出来的 4值呢 等于0 好 这个等于0 跟K1加K2等于-2 二元一次联力方程式 解出来 K1等于8 K2等于6 因此 最后呢 Vt呢 就画出来 得到这种形式 等于-4 减8 乘上exponential的-3T 再加上6 乘上exponential的-4T 最后答案 就通通就求出来了 好 刚才我们知道 这个解的非常的困难 一步 两步 三步 要先解为分方程式 再带入起始条件 提始条件 然后再把它的通解 再去为分一次 再进入带入第二个 通 起始条件 最后解二元一次联力 二元一次联力方程式 解出来以后 解出来以后 还不见得能够出来 说不定还要再微分 再积分 才要最后把相关的电流或电压给求出来 这个当然很困难 对照我们锁电路 现在RLC 只有三样东西 就已经那么困难了 那现在看 如果 如果 这个电路上面有几十样的东西 是不是 就无法解 是 无法解 那怎么办 就要借用电脑 好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老师手头上提供了 在这门课提供了 至少两样 可以用模拟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Tina 当然课本上面是使用的 P48S 我们现在跟这个很类似 因为限于 这个因为这个 我们的Tina是免费版的 我们应该不是免费版 是细锁版 那我们解电路的话 有很多的方便之处 因为它是中文的界面 所以解起来 应该就马上就可以用了 例如说 像这个最简单的RC电路 那我们知道这个C 对外加一个10伏的电压的话 它会对10伏的直接充电 用充电充到0 一路充到10伏的 好 这个是Tina模拟出来的 怎么去模拟 我们先把电路画好以后 同时把电压 你要量电压值标示出来以后呢 紧接着 你可以用分析 用站态模式 OK 然后调整 选择你要的时间呢 它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解出来 所以应该不会太困难 OK 当然在MultiSyn上面 也有做类似的工作 可以 如果你有MultiSyn的话 你也可以去上面 去求解它的 站态情势出来 那我在这边因为用的比较少 老师就不在这边做介绍 好 这当然呢 那么各位的请翻到各位的 在课本上面的 还是多少 我翻一下 在326页的下面 翻例7-12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要你各位去求 那这两个电压在何时相同 那么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在把电路画出来以后 分别标示V1跟V2 OK V1V2以后 那紧接着在这个分析节 站态分析以后 它分别就把V1跟V2画出来 这时候你用游标 就可以标示出 两个时候 什么时候电压会 一样的时间 就可以把它标示出来 这课本上面就是 做的图在327页的图呢 这边我们可以一模一样 可以做到 好 这是翻例用Tina的模拟的方式 在这个地方角色 就不做多讲解了 各位自行练习 好,紧接着后面呢 就是一些 我们实际会用到的一些电路 生活中会拥有到的电路 这个地方 口识院看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 在328页的 这个是 一个照相机的闪光灯的电路 我们要 上方机的设计 我们要设计 这个外加电压要给多少 这个电压的数值呢 假设这个 然后呢 要知道这个R1 在充电电路上面 这个R1的电阻要放多少 然后呢 这个电容要放多少 OK 那么已经知道的话 这个电容的耐压是50伏到70伏 然后呢 这个闪光灯闪一下呢 这个闪光灯本身的电阻是80欧姆 OK 而且我希望它闪的时间呢 要小于1ms OK 小于1ms 就闪光没闪一次呢 小于太长的话 会动作会糊掉 我希望闪的时间呢 就要来到1ms OK 那Winz 一样一样来 同时我功率要小于100mW 最大功率 不要小于100mW 首先呢 我们知道 这边是充电 这个放电 放电的时间来到1ms 1ms的-3 那么这个电阻是80欧姆 那么它所经过的时间常数呢 是当然 我们就用它的TAU 等于1ms来做做计算 当然我们知道的TAU 应该闪光时间会比它的略长 因为总共闪光至少闪4次 我们不管它 我们是用同样的数量级 用1ms 好 那么RB呢 是80 C呢 然后就算了出来 这个C呢 不会太大影 不会太强 大概12.5MF OK 然后呢 这个刚才前面听到的 这一个的耐压幅度 刚才的50-70 我们选中间的60伏特 OK 那么因此呢 我们首先看到了 这个 那么好 那么它充电的 那么我刚才又前面提到 它的功率是100mW 100mW的话 那么我们 第一个100mW的话 而且的话 那么100mW大概是0.1瓦 OK 那么这个 好 那么我们就紧接的看一下 这个VS的话 是刚才前面 是假设是60伏特 这个是60伏特 50-70伏特 一半 60伏特 在这里的话 那么R1多少 以这个地方呢 马上算了出来 R1这个电路的话 大概是36k OK 大于 就大于 这个功率 等于36k的话 功率才会小于0.1瓦在这里 OK 好 那么我们假设呢 就用36k带进去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充电所需要的时间呢 当然就是RXC了 3.6乘以36k 3.6乘4的4次方 乘以12.5乘4的-6 来到0.45秒 半秒钟充电 还OK了 就是我用闪一次以后 需要半秒钟来充电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 是一个合理的期待 那请接着在这一页 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计算 首先我们计算一下 在左手边这一边呢 它在充电时候的电压 可以表示成为VB呢 等于当然就是60伏特 它的电压源的电压乘上 exponential指数函数 在期间的那个 一个ms放在分母 所以马上翻过来 就是负的1000乘上V 那么好 如果在放电就闪光的时候 它的电流呢 就是在闪光的 握过来的瞬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电容器当做一个 顺时的电流 电压源的电压的大小 就是60伏特 增上exponential的1000T OK OK 这边电压是60伏特 OK 那么它所放电 就是6当然 就是电压所长电阻 80欧姆 然后会得到了750 在exponential的-1000T 当T等于0的时候 是750个mA 好 那么功率呢 当然就这两个相乘 就是60 再乘上这个750 等于45W 1的-2000T 顺时功率可以来到45W 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那总共能量的消耗 就把这个功率 对时间做积分 从0G到无穷大 把45 exponential 就-2000T 放进来 最后算出来呢 总共一闪一次的时候 总共消耗的功率是 22.5mJ 好 好 紧接着看 第330页 范例7-14 它这里面要设计一个 每秒产生500次 每次有500V的峰值电压 这个就是一个电器方的 一个typical的设计 好 它里面使用的电压也是一个 5V的电 应该是干电池吧 然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它怎么做呢 也是一个一边充电 一边放电 既然每秒500次的话 每一个周期只有2ms OK 2毫秒 那么意思就是 用其中的1毫秒来做充电 另外1毫秒来做放电 那这边是有一个可以 1秒钟可以切换 500次的一个震动开关 OK 它可以切换到左边来的时候 它是充电的 切换右边来 它是放电的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那对于一个 首先看充电电路 OK 充电支路就是 它这个开关指向1的时候 那么它的电流是等于什么 就是L分之1乘上它的V 对时间的积分 V是5伏特对时间的积分 它是一个直流电压源 所以它V跟时间无关 那么对积分起来的当然就是 就是V应 才让T1除以L V应就是5伏特 T1所经过的时间是千分之一秒 就是0.001秒 再除上电感值是0.001 所以马上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0.001 0.001分子跟分母可以对销 就产生电流是5安培 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T等于0.001秒 再进去的话 就是当充电到一个ms的时候 它的电流 顺时电流来到5安培 注意到它的电流是对时间做基本 所以说当T等于0.001 一波进去的时候 是没有电流的 但是到了千分之一秒的时候呢 电流已经来到5安培的电流 好 那紧接着呢 我们看 我们紧接着 从一个ms到二个ms 我们开始放电 就是这个开关拨到右边来 它会形成的右手边这个电路 那右手边的分子电路 我们马上知道 它是一个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好 那么100欧姆的电阻的话 刚才我们前面知道 在充电到底的时候呢 电流来到5安培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感器 可以当做一个顺时的电流源 在T等于1ms的时候 电流是5安培 5安培乘上100伏特 当然就是500 100欧姆就是来到500伏特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 注意到这边这一段呢 是假设拨过来的时候 它所面对所看到的电压 好 什么意思呢 当时间充电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我拨过去 它的时间完全没有 在充过去的时候呢 如果这边是0点 刚才是0.1 那假设我走到 例如说走到它的一半的位置的时候 所对应到它 我拨过去的话 就250伏 因为那射手电流呢 是2.5安培 OK 那么当然 那注意到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单位呢 还是错的 因为是1ms 在那边写10ms 是错的 其中就少了一个零 OK 那么这因此呢 就是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边这边充电电路 拨过去的瞬间 所形成的电压 因为这边有100欧米 所以才会 到了1ms之后 它会到500伏特 OK 500伏特 但是 因为 但是呢 一放电 那它放电 也是一个exponent指数 函数1乘上 2乘上t 它的放电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电感值是 1ms 0.001 除以100呢 马上算出来 是10ms 注意到 10ms 从这里到这里 是1ms 10ms 是它的1% 所以 一下子 立刻可以看到 立刻就放电完毕了 因为它时间长度非常的短 只有10ms 10的微秒 OK 那么是这个scape上面的1% OK 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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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图上是一点点而已 OK 好 这个就是330页到330亿的范例 7-14 OK 那么在这里面 除了这个当作一个电极棒之外 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呢 它的一个在的用途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汽车的火星塞的点火点入器上也是用相同的原理 OK 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的所用的是一个 也是扣到一个开关去控制 开关上面呢 我们在古时候 在比较30年前吧 它是用开关是靠一个震动 靠一个震动机制呢 让这个汽车流入高压线圈的电流 OK 从开到到关 如何控制这个开关呢 最主要就是 因为它原来 古时候是真的是把一个开关联动到汽车本身的 传动轴上面 利用前传动轴的转动来控制开关的动作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所谓的电子控制完全靠用感应器的阶段 不管怎么样呢 那对于上面呢 也是一样 它充电的电流 形成高压线 就是在充电前是像这样子的 OK 充电前 但是充电到最高点的时候 突然断开 断开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知道 刚才我们知道呢 电流程上电阻 瞬间产生了非常高的电压 多高呢 250伏到400伏的瞬间的电压 这个就是它放电以后所形成的 这个叫嵌珠尼的曲线 它有一个少数的周期性的震荡 OK 那250伏到40伏呢 还不足以把火星塞产生火放电 那就是说它的线圈里面有两层 那一层是叫初级线圈 就是刚刚形成的 因为有一个电感 形成250伏到400伏射的瞬间的电压 但是 OK 再经过了变向 刺激线圈有更高的扎速 更高的扎速就形象形成一个变压器 把250伏到400伏 上升了100伏 变成25000到400伏 那这个电压在一个油气的环境下 当然就会产生火化放电 那就产生爆炸气候减火 那么这就是我们汽车高压线圈的 为什么会用火星塞 可以用一个12伏特的电瓶来驱动的原因 OK 好 那么紧接着介绍完了 请看下面这个就是在332页到333页的 这个叫细控枕流管的控制 控制一个什么 我们叫做心率调整器 什么是心率调整器呢 就是例如说呢 有些人的 我们叫心脏的 有每个人的心脏的操作模式 其实是靠着我们头大脑里面 有一个迷走神经到我们的心脏 控制我们心跳的脉搏速率 但是有一些神经可能受到了损伤 OK 因此它的心跳呢 可能是不适合规则 那这种可能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病 该跳的时候不跳 不该跳的时候拼命跳 OK 那么我们这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办法利用一个人造的一个电路 由此产生规律的脉搏 规律的脉搏以后呢 那么就可以控制我们的 直接的联动到我们的心脏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心脏的受到的刺激呢 是变成规律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呢 可以这个人的心脏呢 就可以规则的运作 当然这个从50年代开始 经过的50、60年来呢 逐渐的加以进化 现在已经非常的进步 它可以感受到人 因为我们的心跳有快有慢 OK 那么早期的是非常规则的运动 OK 那么如果要心跳加快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运作 那现在的这个方法 好像已经可以克服了 OK 那么不管怎么样 一个心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叫做心率调整器的话 它怎么动作的话 刚才也是有相同的问题 我们如何利用 因为它的外加电压源 一定是非常简单的 例如是就是一个电池 我们又说想 电池产生 像前面一样 能够产生一个 规则性的振波出来 等于说我要一个直流的电压源 说明这个5伏特 要产生一个非常规则的交流讯号出来 这个是讲白点 就是像这样 那我们怎么会做到的 我们借用一个叫做杂流体 或者叫做杂流体 或者叫杂流器的东西 什么杂流器呢 它电路符号是长成这样子 OK 这个里面是用两个被子 这两颗呢 电晶体所构成的 这一个电晶体上面呢 这个叫PMP形态 这就我们看到PMP 另外下面这一颗呢 就是NPN形态 这两个电晶体呢 其中的两个N级N级接起来 跟P级P级接起来 OK 那么这个名字呢 它有个特殊的电路符号长成线 跟我们的二级体很像 是在中间再拖了一根线 其中正级叫做anode 负级叫做cathode 就是阳级跟阴级 中间加了一个gate 我们称为杂级 就是杂流体的杂 它从这个地方来的 好 这是我们的控制器 OK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如果呢 外加的电压 就是外面这个杂机的电压 如果小于5伏特的时候呢 它视同开路 但是呢 如果外加的电压 大于5伏特的时候呢 这个就导通 就有如50个mAh的电流源 OK 那这个电压呢 我刚刚讲到5伏特导通了以后 你电这个5伏特可以一路 只要它大于0.2伏特的时候 这个电流源一直运作不变 但是如果这个5伏特 小于0.2伏特的时候呢 它又回程了开路 OK 好 这个是它的特性 好 怎么做到呢 那我们请看下面的电路 这个是林介老师参考了 网路上面的一些资讯 所兜出来的电路 因为原来课本上面 没有这个电路怎么兜的 这个电路的勾兜法 是像这样子 我们用一个6伏特的电压源 就是那个电池 然后上面有一个 按照图上的 这边有一个475欧亩的电 一个电阻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配合一个 一个MicroFaradi的一个电容器 那么这两个RC乘起来的话 它的时间长数呢 接近于一秒钟 叫我们先跳一秒钟跳一下 是差不多是像这样子的 那这个大概一秒钟跳一下 好 当然你说有人我跳得快 有人跳得慢 不管我们先 先从一个最简单的 一秒钟跳一下 这比较简单 好 这两个相乘的话 会得到时间长数就是来到 好 那么好 那么再以这个6伏特的来看 一个时间长数呢 充电不会充到宝 只有充到它的大概8成多 就来到了5伏特 好 这个充到5伏特 就是说我一个时间长数呢 这个电容器充到电压来到5伏特 好 这个5伏特电压呢 就放到了你的杂流钢的提前 这个杂流体中 那这个杂流体又如何的可以变成了一个电流 刚才讲它会5伏特导中的话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一个另外需要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电压源 这个电压源一定要比这个5伏特来得低 来得低的时候呢 这边是P根 这边是P泰 这个是N泰 P泰的电压大于N泰的电压 这个是P级 这个是N级 那么它这边就会 只要大于这个两边的差 我们读到 差到0.7的时候就完全导通 小于0.7的时候就部分导通 只要部分导通就可以 一导通以后有电流会流过来 只要有一个小小电流在这一边进来的话 那这边的差也要差0.7的时候 它就一定就会导通 所以说各位看到 原来是一个P到N需要0.7 但是现在不需要0.7 大概0点在这里 这边为例的话 只要0.3它就可以导通 一导通里面大量的电流从这边流下来 在下端呢 里面的电流流过来的以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4.77 我们可以把这一大段统统短路 于是4.77除上2.95的话 那么这数以295K的 这边应该是200 这边应该是来到95K的话 就近乎50μm的 50μm的电流从这边过 就是说刚刚课本前面也所提到的 50μm的电流源也就是如此 因为4.77V 这边是95K 我看错是95K的话 近乎50μm的电流就从这边过 那50μm从这边过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95K的乘上50μm 瞬间就把这一点的电压给电高了 原来这边是接地的 那么瞬间电高了这边的电压 使得电容器两边的电压呢 这时候这边顺便电压电高了 那这边的这个电容器两边的电压 原来是一边接地的一边5 那这边电压一拉高的话 这两边电压压降不再是5 而瞬间的因为这个电压相减 瞬间的来到了0.2 就在这个地方 好0.2就是一放电 这边把上啪 就是它新增了一个所谓的 一导通以后 它立刻就放这两边的电压 瞬时压降 就是压降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电流流过去 这边的电压升高 那上面电压不变的时候呢 一相减就变得很小 就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等于说 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说这个电容器瞬间就放电了 放电以后这压降 一降效非常小的时候呢 这一个杂流体 这个就不导通了 刚才前面导通的机制 一定要这边的电压 比这个电压来高 那现在既然降低了 那就不导通 不导通以后 又从头开始充电 所以我们看这个电路呢 就会很明显看到 原来是一个相对 这个简单的6伏特 现在就会变成输出的电压 就会变成一个像一个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会我们会看到一个像 震动的信号 震动的信号 我们把这边的电压 如果输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压 拉出来 当作一个电压源 去刺激你的心脏 那就会达到心率调整的目的 这个是我们先开始了 先怎么讲 它的整个图子解释在这里 当然你会觉得 我需要两个电压源 一个6.4.77 是不是很麻烦 是很麻烦 我们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4.77给消除掉 消除棒其实也不太难 就是我再接一个分压器 分压出来 让这边的电压 从6伏特这边再做个分压器 分压出来以后 分压器一段接地 一段中间抽筒 接到这边 调整这个可变电阻 分压器就是可变电阻 让我输出电压来到4.77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 我只用单一电压源6伏特的电池 就可以得到它的控制的目的 好 这了解了这个电路以后呢 紧接着我们看它实际的电路 可以用这张投影表来显示 好 首先看一下 对于这个电容器而言 在T小于一秒钟的时候 它在充电 那充电的电压 这电容器上的电压 VC呢 可以表示成为这种式子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请看好前面的投影片 老师就不再细讲了 它就是代表一个电压6 减掉6层上 exponential的负T数上 RC 那个T等于0的时候 当然就是等于0 当T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它上面的电压就是6伏特 好 那我们这样子算一算呢 什么时候的VC呢 是会达到了0.2伏 0.2伏 就是我把这个地方 如果等于0.2伏的时候 那么马上减出来的话 T1就是这个时间 所对应的时间呢 就是会是相当于 这个T呢 等于多少呢 就是0.034乘上RC 好 等于这时候呢 电压值是0.2伏 当时间来到了1.792RC的时候呢 它所对应的电压是5伏特 好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 这两个相减 我已经知道是来到1秒 就是我们算出来 R伸让C是0.569 这样将近0.57秒 OK 那么如果C是一个MF的话 R就是来到569 我们把这一个电阻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一个在下面这个地方 好像我们刚刚看到好像95K 这个是来到了470 所以两个加起来刚好是 这刚好两个加起来 刚好是凑到将近570K OK 好 这凑完了以后 刚才我们知道呢 当时间来到1秒整的时候 这个电压是5伏特 因为刚才所听到 另外一边的电压只有来到4.77 所以比它小 所以SCR就导通 在导通的瞬间呢 它是有如同一个50mAh的电流源 好 OK 但是一电流源以后呢 立刻呢 把它的下面的95K的电阻 原来是没有电流的 是最接地 瞬间呢 就把那个电流上面产生的压降 压降的话 使得这个VC两边的电压 就不再是5伏特 瞬间就拉到了 只剩下0.2伏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在这个电路上怎么去 去推算的话 我们首先看一下 由于这个SCR变成一个50mAh的 一个电流源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对于 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电路上面呢 总共这时候有两个 两个主动元件 分别是一个电压源 一个电流源 那么有一个电阻 这个继续是569 但是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电容器上的电压是多少呢 那么这个电容器上的电压 可以显示成为K1 加上K2乘上exponential的 负T-1 除以RC OK 好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 当E在1秒钟的瞬间的时候 它这个上面的电压是5伏特 OK 那么假设这个电流源持续运作到 时间到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时候这个电容器上面的压降是多少 就50μA乘上 这一个电阻的大小 这就是产生这边产生压降再加上6伏特的压降 就是全部的这个压降 这个压降是从-22.45 的意思就是这边原来是从 因为从5伏特一路会降到-22.45 如果时间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OK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解了出来 把带回原来是K1加K2等于5 就开始的时候 那么K1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K1是-22.45 那么K2就是27.45 好 那写起来呢 就是这个诗子 这个诗子看起来很伟大 实际上运作时间呢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只有非常短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只有大概0.109 这0.1秒呢 那么这个电压降成0.2伏的时候呢 它就形成断路 这个诗子只运作了0.109秒 一断路以后 又回到了前面的充电电路 OK 那么意思 充电放电充电放电 那这个电路跟相较于前面的那个 电极棒的跟汽车高压线圈的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它不需要一个开关在这边调整充电放电 它完全是靠了这个SCR的作用呢 就可以达到充电放电 而且就可以来到震动的目的 这个也就是这个电路的卖点 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对于开关而言 叫开跟关开跟关 它有使用上的限制 但是对于电晶体 因为它没有机械动作 所以呢 它就相对而言的 它的可靠度呢 就比机械动作的开关来得好 OK 这也是说 这也为什么用这个SCR的目的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不需要有任何的机械动作 机械动作就是会动作的 就我们看到它有形成运动 这完全是电动的 所以在外观上是会自静态的 所以呢 那就没有摩擦 没有摩擦不会发射 从事它也减少了机械故障的可能 好 这个是范例7-15心率调整器 好 紧接着我们看334页的缓冲器电路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还是一个回到刚才的开关的这个电路上面 这个开关电路 假设上面有一个电感器 电感器上面有一个电子 假设是来到1Ω 这个电感的大小是0.1个μH 也就是来到100个μH 好 我外加一个电压1V 我们怎么知道呢 如果这开关从ON到OFF 从接通到断开 从接通在断开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这时候呢 在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 在上面呢 对于这个电感器在断开的瞬间 它会产生 但是遇到认识定律 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 是想继续维持上面的电流 什么意思呢 在没有断开之前 它是转路的上面有一个电流 电流多大 1Ω 所以1Ω是来到1A 因此断开的瞬间呢 它是一个像电流源的东西 OK 那电流源的东西呢 在电流多大 就是1A 顺时的电流源 好 但当然我们知道 断开以后呢 它上面的电流会逐渐的 因为有个电阻在这里 因此会逐渐的消失 因此电流会逐渐 从用指数寒式的方式呢 逐级下降 那么它的时间长度就是 R出上L出上R OK 因为这是R分之1 好 这是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我们看它 这是电流 紧接着看电压的部分 我们知道电压的部分呢 这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感应电动 上面的电 在两边呢 会形成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电压式 就是来自于电流断开 所经过的 就是DIDT OK 乘上L OK 那电流电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I已经知道 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维分呢 会变成一个类似像这种形式 OK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问题来了 这开路的时候 你们知道 开路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的感应电动式的话 那么这个开路上面 有一个电阻的呈现 这个是我们开路的电压呢 电压是等于L出上R OK 那么R出上 那么反过来是L出上 L分之R再放在分母上面 好 那如果开路的时候呢 这个电阻是无穷大 感应电压呢 也无穷大 在这个地方的感应电压 也是无穷大 所以刚才林佳老师提到的 那个百进线圈 也就是高压线圈里面 虽然只是一个电流 从瞬间的动作 从有到没有呢 但是它也感应到200伏特 OK 那么因此呢 对于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为这种呢 叫做逆电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对我们电路上面 不是很好 我希望它能够瞬间的 把这个电压 这逆电压呢 给消除掉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感应电压 是无穷大 有的时候对电路有所损害 我希望把它给cancel掉 怎么办呢 我觉得开关旁边 并联一个RC电路 所以说当它断开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类似像这种电路 那利用C跟R的话 我们就可以足迹的把这个电 把这个电压给cancel掉 OK 我们可以看这个电路 看到这个结果呢 我们把这个RC电路 这就是一个RC串联电路 OK 那么它得到的就是4子里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s平方加上r分之1 除以l s加上lc分之1 我希望它来到一个灵界阻力 灵界阻力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个b平方 -4c 因为a不见了 -4c等于0 就是r加1 这个平方 减掉sc会等于0 好 那我们知道 知道l已经知道了 r也知道了 ok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 那么我们可以 那么我们要紧接待c要多少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c多少呢 因为这个知道了 跟人家讲一遍 这个b平方 若是灵界阻力的话 就这个的平方 减掉4倍的乘上lc分之1 会等于0 OK 我希望这个时间呢 要很短 这个时间呢 多少呢 这个时间呢 是来到了 一个michael Farrade sorry 我希望时间来到1为1秒 10的负6次方就是 Omega0等于10的6次方 Rade 就是我希望一个周期的是1为1秒 时间很短 意思就是 你这个共振电路 另外就是直接共振电路的话 那就lc分之1等于10的 lc分之1等于10的 lc分之1等于10的6次方 ok 那么 呃 l知道是100michael C 就是10个 呃 nano Farrade ok 那同时 也知道了 刚才前面试者 我们就可以把 那个 这个r给求出来 r可以求出来 就是这个电路了 199 加你250 我们就算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处呢 我希望 它这个地方 瞬间到200伏特 就在林小师前面提到 瞬间可以到200伏特 但是呢 很快的 用非常短的时间呢 它就可以立刻降为0 它有很短的时间长数 好 紧接着我们介绍的是 呃 在各位336月的 我们叫切换式电源供应器 切换式电源供应器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我们在 呃 在个人电脑 特别是桌上型的个人电脑 所使用到的电源供应器 那它这个电源供应器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呢 它的重量比较轻 它如果是用传统的 所谓用变压器在滤波电路的话 那么光变压器呢 就非常的重 为什么变压器 我们知道呢 它变压器里面 我们看到的变压器 呃非常的小 OK 如果你去买变压器的话 一般的变压器 呃 如果不太大概 但是呢 也限制它的电流呢 跟功率数 不要忘记 我们在个人电脑上面的 电源供应器呢 500瓦起跳 500瓦起跳 OK 的意思就是 OK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以一个12伏特的话 叫40安培的电流 40安培的电流呢 你光那个 那个铜芯的中 我们一般而言的话 OK 我们的 我们的 即使像我们用到的 普通的power supply的电流 那个 我们家里面买的 110伏特 那个15安培 OK 15安培的铜线已经非常粗了 那如果要40安培的话 那个电线会非常的粗 非常的粗 不要忘记 你还要做变压器 还要有出极限圈 还有次极限圈 那整个变压器的大小大概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就跟个人电脑的 那个体系那么大 OK 个人电脑 桌上型电脑 就是换句话说 你需要一个 嗯 我们把桌上型电脑那么大 你就要 如果用传统的方式 你就要需要 同样size的 电源供应器来做提供电流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个人 我们现在电源供应器的size 大概大概只有 15公分 10公分乘10公分乘10公分吧 它可以缩缴成原来的 大概五分之一 到十分之一 不能 它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来到了 所谓叫切换式的 用切换式 什么叫切换式 就是说 我们在电路上构成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像在这个 我们称为它这个地方 它可以变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AC到DC公分 我输入的是一个交流点 OK 我把交流变成了直流 OK 这直流进来以后呢 再去把做直流跟直流再做切换 OK 好 我们看交流变成 在第一个部分呢 它的交流变成直流的话 它首先呢 这个动作呢 其实不太难 就是各位看行商看到的一般而言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所做的动作呢 它是靠了一个AC到DC的converter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暂时把它忽略掉 OK 因为它在这里呢 它不过所使用的方式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直接拿桥式整流 这个耐高压 它把电容 先把变压器给拉掉了 它用一个桥式整流 然后再加滤波 注意到这时候的电压非常的高 那没有问题 高的电压在这边进来 所以 假设这边是110的话 它的峰值电压来到170 OK 170做桥式整流 有那么耐高压的 桥式整流没有问题 因此这个V-in电压非常的高 大概可能一两百伏 OK 一两百伏 这时候呢 我做一个 这边的电路所看到 就是主动下面的电路所示的 这个DC到DC 好 我把这边的电路 各位看到哈 这边电路构成是 有两个开关在这里 OK 那开关呢 当然我们后面来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那个巨石波产生器 巨石波就负责开跟关 那这两边的动作 就这个开这个关 或者这个关 做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扣上去 这个开的时候 这个这个 这个接通 这个断开的时候呢 我就对这个电感器做充电 好 那对电感器充电的话 那么好 那么紧接着在第二个部分呢 我把这边断开来 这边接通的话 那么就会变成电感器 对电容RC这个放电 好 因此在这里面呢 对于上面的这个电压 对电阻上面的电压而言 OK 那么一定是怎样子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如果是放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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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这边断开的话 那么它上面的电压一定很简单 只要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这个电容器 对它 对这个 对这个 电阻的充放电 OK 因为电阻上面的电压是固定的 因此如果断开的话 电压一定什么 越来越小 好 紧接着 OK 这意思呢 如果是说这边在充电的时候 OK 那么对上面这个电压呢 一定是在放电 好 紧接着呢 如果这边 S2 如果接通 S1断开的话 那就另外一个故事 那这时候呢 对于这个V10的话 就刚好反过来 V10这时候呢 这时候所拼接的 不再是靠这个电容器了 而是来自于 这边的V-IN 这一个的直流电压 因为这边会过来 再加上 这一个电感器 给它上面的顺时电流源 对它提供电压 所以在如果这个S2接通 S1断开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电压一定是往上走的 OK 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电路一定是 对SV10一定是 有一个深压的 有一个降压的 一个深压的 有一个降压的 那画起出来呢 我们把数学式子呢 可以写成这两个结果 OK 对于这一个电感器上的电压 刚才提到 是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好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电流再加上电压 对时间的积分 然后再储藏它的电感值 是上面的这个电流 那对于在这一个阶段的上面呢 它的电流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如果这个断开来的话 那么这个如果断开来的话 那么电流 所看到的电流一定是 这个电 sorry 这个电压呢 这个电流 sorry 这个电在整个电压的时候 sorry 一定是这个电压对时间的积分 写成这种形式 OK 那这里面所看到的就是 什么是on off呢 我们看下面的图 OK 在这里面所看到的 就是我看到的这个电感器上的电压 一定是如此 呃 对于电感器而言 充电 放电 充电 放电 充电 放电 OK 那么放电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电压降为0 OK 那么降为Vin Vin 就是刚才跟你讲 负载上面的电压 好 那么因此我看到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相 有一个 有一个连续点就是 每个周期开始结束的电流都一样 那么Vin乘上T 刚才前面两个气温式子 会等于V0-Vin 就是off乘上TOF OK 那么这相成的结果 那TOF等于T-TOF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呢 呃 在上面的这个最后的负载的电压 可以表示输入的电压 在乘上一个 一个就是 一除以 一减掉D D是代表呢 所以这一个的相对D D呢 代表 Own的这个时间 除以全部的时间 OK T是代表它的一个周期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 我在那个右手边 负载上面的电压呢 等于呢 输入的电压 OK 那是固定值 乘上一个 我们称为这个叫任务周期比例 OK 这任务周期比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外面的电压 最后的电压呢 跟你的任务周期有关系 如果我要电压这个D要呢 这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 这个就是Duty Cycle 就是任务周期的百分比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什么任务周期 就是这个Own的时间呢 占全部的百分之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这边如果Own的时间比率越短的话 这个输出电压就越小 对不对 低就是代表呢 这个里面呢 如果这个D百分比呢 这个是D的百分比呢 如果越大的时候的话 那么输出的 输出电压就可以拉到比较高 那例如说可以来到呢 它的25倍 可以看到哈 这个是25倍 所以Vin除 V0除到Vin Vin是它的电压值 那输出的电压可以来到25倍 换句话说 那么反过来 如果 你这Own的时间来到将近 这时候来将近90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时间越长 这个向下的 这个Off的时间越短 我输出的电压越高 反过来 如果呢 我Own的时间越短 这个 这条线拉到最前面 那Off的时间越长 这是它的Duty Cycle% 越小 来到20%的话 只有接近于1比1 假设进来是 这个Vin电压是5伏特的话 输出也是5伏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这个电脑上面 你在玩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 你的动作非常的猛 而且电脑一直在计算 计算的时候 我需要很大的电流 电流使得呢 我的电压不够 电压这时候电压就 开始往下掉 为什么呢 因为电流变大了 电流变大了 它的输出的电压值 就会往下走 往下走的时候它怎么样 它就会调整 它自己的内部 尤其是调整它的任务周期 任务周期 让我提升我的任务周期的话 我就提升我的电压值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我提升我的 例如说我提升的话 我的电压值就会升高 低压升高 电流就会变大 那就会满足你要的需求 这个地方就是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切换式 切换什么 最重要的是 切换这个 on off的意思 就在这个地方 切换到这个开关 那切换的方式呢 我这样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我就可以用一个比较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呢 它的需求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不需要 你不用电的时候呢 这样我没变压器 管理用电不用电 它的电流永远在这个地方 因此假设说 你不用电的时候呢 它的电流就形成浪费 在这个地方不会 如果你不用的话 它很容易呢 调整它的任务周期 让你的任务周期呢 让你可以逐渐降压到 降压的时候 电流就会变小 电流变小到 消耗工具就会变小 这也就是切换电源工具 比较经济效率 比较高的原因 我可以用一个 比较小的size来做到 我不需要哪一个 非常大的体积 像变压 重型的变压器来做到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一来也不会浪费 二来呢 我体积变小 重量变轻 那这样子 我们知道个人电脑 能够成功的最大因素 其实不在于 它有CPU 而是它有一个很不错的 电源供应器 在做提供它的电源 紧接着各位男生 就会兴趣的 这个叫做轨道炮 轨道炮 现在是一个 在这个世纪以来的 大概是最新奇的一种 所谓的武器系统之一 那这个系统里面之一呢 是使用到了 是电流来推动发射体 我们知道 我们电流从古时候 一开始靠着肌肉 肌肉发射弓箭 发射弓箭 我们的武器系统 一定是一个 类似像抛射的东西 不论抛石头也罢 抛弓箭也罢 那一开始的用的力量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 用鸡肉 鸡肉完了以后 紧接着用抛石鸡 抛石鸡也是用一个 绞紧的弹簧吧 用那个弹簧 把重的物体 抛到远方 那紧接着 这个还叫所谓的 冷兵器时代 那紧接着 有所谓的热兵器 就是什么 用火药 火药的话 我们知道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 宋朝发明 首先对一份是惊人 OK 那紧接着传到西欧去 火药的进步 就逐渐的 到了19世纪 火药已经从 黑色火药进步 到无烟火药 到无烟火药 火药发展以后 从火药到一次世界 到二次世界大战 用了用量所形成的 这个都是 人类的文明 也是人类互相砍扎的 一个重要的方法 用火药 OK 那紧接着 当然到了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前 发明了原子弹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那在这里面所看到的 不管你去发射 发射火箭或发射 里面都要用到火药 在这里面所运用的 不是用火药 而是用的是电磁能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你看到的就是说 我用一条 两条 这个叫做 最佳的轨道 就是这两条 这两条 导电的铁轨 像铁轨一样的东西 OK 那这两个平行上面 有一个可以移动的物体 在这个中间 可以移动的东西在中间 假设移动的物体上面 如果也是金属了 也可以导电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那这个回路里面我们看到 在这两条 这个我们叫钢轨 这些轨道也罢 那这会形成了一个 它对于按照安培右手定走 它会形成了一个由下往上的磁场 假设由这两个平面为准的话 由下往上的磁场 OK 由这个里面 由下往上的磁场 OK 由下往上的磁场 这个磁场是由下往上 那对于这时候呢 这一个红色这条金属棍而言呢 上面有电流流过去的话 由下往上的话 那么瞬间而言的话 就会形成了 对铁轨道线形成了一个 由右上到左下的推力 我们用劳伦是右手定走的话 磁场向上 电流向以老师的方向为准 向着我的右手边 那么磁力就会向我的左下角推过去 好 这个就形成了推力 推力使得这条线呢 在这个钢轨上面 这条导件呢 在钢轨上面移动 OK 那顺着移动的话 那移动的话 那么就会把这个钢轨 那么钢轨上面做成了一个 这个锥撞物 它就会最后 我们再把这一条 两条钢轨呢 做成一个炮管的形式 那最后finally 就会发射出来 OK 发射出来的能量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 好 第一个 我们看这是一般的 它的这一个 外面所提供的电流多大 我们看一下 电压是10kV 1万伏特 它总的功率是 100千瓦 就是10万瓦 OK 100千瓦 就是10万瓦 OK 10万瓦我们马上算一算 这个电流大概多少 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是10万瓦 这个是1万伏 这个就是10万安培的电流 10万安培的电流 从在这个钢轨上面走 OK 那可以马上算出来 它的磁场非常的强大 力量也非常的大 OK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 计算一下 它的电路呢 是用一个 为了要提升它的功率呢 它另外在这个钢轨前面 有在并连的一个 这个钢轨前面并连的一个电容 电容是53.6mF 不会很大 重点是 它可以耐非常高的电压 注意到哈 它要1万伏的电容器 在耐1万伏电压 它的电容没有很大 53.6mF 但是它可以耐非常高的电压 这是它的卖力 那种 然后上面有一个 charging resistor 好 那么我们总共看起来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RLC串联电路 写起来就写成这样子 电流的微分两次 加上电流的微分 也是前面乘上的系录 然后它处上L 再等于呢 I 除以L 跟C 那L 是在电容上面的电感值 这个电感值是32nmF OK 那么这个FOIL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它为了大型的推动的话 它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里面推动呢 是事实上呢 它是一个推 一个非常薄的一个金属波 贴在你要推动物体的上面 OK 那它这上面只要导通就好 它就形成一个推力 OK 那么它因此呢 最有另外的好处就是说 一旦离开的时候呢 这个 产生的能量 就会把这个FOIL 当做 它 把它完全蒸发掉 OK 你会看到后面冒烟的一大堆火 也就是这个FOIL 被蒸发以后 所看到的样子 好 那么它瞬间这里面呢 马上可以看到这个电流 10万 对不起 30万 OK 它可以瞬间来到30万 非常大的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瞬时来到非常大的安培 那请问呢 这个电磁炮有什么好处 当然好处 当然就很多 第一个 对于发射的火炮而言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OK 第一个呢 它没有抛射药 因此军舰上面 我们知道军舰上面 为了要发射你的炮弹的话 炮弹多大 它要相同size的炮射药 就要存在这个军舰下面的弹长之中 军舰弹长下面 它相当分成两层 一层存炮弹 一层存它的炮射药 那现在炮射药可以不要了 那第二个的话 它我们知道 你要发射出处 越大炮弹越大的话 它所产生的后座力也就越大 后座力越大 因此能怎么样呢 它的因此 它军舰上面的炮弹 体积就会很庞大 体积很庞大 同时呢 这个炮台上面呢 还要扣着装甲 为什么 因为怕敌人打了你的时候 你要承受得了 敌人炮弹的攻击 那因此呢 整个军舰 可以看到主力舰 前面的炮口径很大之外 它的炮身 它外面所加的整个炮座炮台 都很笨重很庞大 那现在而言的话 因为它后面没有炮射药了 因此它等于像一个无后座力的火炮 炮弹往前走 它本身不会很大的后座力 因此呢 小军舰上面也可以装这种所谓的轨道炮 OK 而且呢 因为它的功率上面 发射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大 一个3.2公斤的弹头 可以来到的7倍音速 所以的Mark 7 来到7倍音速 因此现在的艺术 就说我可以 7倍音速值 每秒钟2000公尺以上 那么这样子的话 来到7倍音速的话 它可以拿这个来反击 来犯的飞弹 如果飞弹走的慢的话 根本不是它的对折 它直接就把你轰掉了 可以在最 就是在你飞弹距离我军舰的最后的几百公尺 我就直接 而且呢 这每一个所发的间隔时间 可以非常的短 完全是不用人力操作 完全是机械操作 OK 这是它的最大的卖点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 范例7-19 这个地方出现在各位课本的 340页 OK 那么我们设计一个电毯 这个有效率的最短的就是一个电毯 既然冬天到了 我们需要一件电毯 有这个电毯的话 好处是 林建老师以前在国外用过 用电毯的好处的话 我可以 不用盖很厚重的棉被 我可以用薄薄的一层毯子 里面的电毯 这个毯子里面上面有电热丝 电热丝 但是那个现在的设计很好 但因为它里面不会 它不会有这个 也可以水洗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就很轻 不会睡觉的时候 觉得很 很不舒服 因为有东西压着 有人睡起来不舒服 好 那么当然电毯有个重要的因素 它就是我可以控制 它的电量的大小 我可以控制 例如说 在天气温暖的时候 我只要开100瓦 到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我可以开到400瓦 我希望有一个东西 可以调整它的功率 那调整功率的方法 一个其中的做法 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使用的一个可变电阻 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调整这个可变电阻的大小 当然就可以调整到 这一边的上面的功率的大小 这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怎么做到的话 首先的话 我们知道了 它们功率的V平方所上好 那么 那么我们又把这个 假设输给的电压值是24伏的 当然这个24伏的电压 那么24伏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我们输出的P0的话 可以等于什么意思呢 这当然就等于 那么我们可以 那么 那么我们等于这一边 那个上面的功率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功率等于 上面的电压除上 V平方除上好 等于电热器上面的电阻 所以电阻已经知道的是 假设是1欧姆的话 好 那我们紧接着又知道的话 利用那么V0是上面的电压 上面的电压元是24伏的 好 那么上面的电压 当然就等于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24加来替换的话 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就是VS的平方乘上R除以R 这是电毯的电阻 再加上这个可变电阻上的电阻值的平方 这个计算过程各位可以自己去推导 老师这不会在这边做推导了 紧接的话我们可以算一算 以这个功率的话 如果是最小的时候 我希望最小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这个R是最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在我这个最小值的时候 我都可以得到最大的功率 最大的功率就是400瓦的时候 算一算 最小的电阻值是0.2 最大的电阻值是100瓦是1.4 好 换句话说呢 我只要一个可变电阻 可以调整到从0.2到1.4 这个范围 我就可以调整上面的输出 这个电阻值上面的功率 从100瓦加到400瓦 OK 那么好 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那么好 那么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好不好 它是一个0.2欧姆到1.4的可变电阻 我们知道 这个样子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呀 因为这个可变电阻 这个电流一路流过来 OK 假设用400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400瓦 这边是0.2 这个是1 1等于1.2 等于我们马上估计一下 这个是1欧姆 这是0.2欧姆 等于总共的电阻值来到了1.2欧姆 1加0.2 1.2 24伏乘1.2 换句话 有20安培的电流流过来 好 20安培的电流流过 假设电阻这个可能很OK 但是你要找一个可变电阻上面 能够承受20安培的电流在上面 OK 那就非常的 不是说不可以 还是有 而且20安培的电流乘上0.2 大概是来到了4瓦 OK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瓦 如果你要再来一个安全吸注 再给它on the double 换句话说这个电阻的承受呢 至少是来一个承受10瓦特的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的体积就非常的大 OK 那因此使用上起来呢 就比较不方便 因为呢 第二个的话 这个使用上面呢 它 这个有功率消耗 因此这个热 这个也热 我们知道热是对所有电气品是一个最大的敌人 有热的话 就会让这个金属和阶点氧化 阶点氧化以后提高它的电阻部 所以同时呢 也会减少它使用上的寿命 所以说用可变电阻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来它会消耗轨成的能功率 二来它会有 因为它本身也受热 因此呢 就会减少它的使用寿命 好 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的话呢 就是用一个 这是我们的电台 那用一个开关上面串联一个电阻的方式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开关上面呢 有如同刚才我们的切换式的电源供应器 什么意思呢 那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开关的这时候呢 我们的电热元件呢 跟我这个上面on的时间成规 我on的时间越长 OK 什么意思呢 我on的时间越长的时候呢 它这个电热器上的功率就越大 我on的时间越短的话 它上面的使用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我电热器我希望 如果要400瓦的话 我当然我的开关就一直保持on 但是我希望呢 电热器不要400瓦怎么办呢 我就经常保持在off的状态上 off的状态上面的时候呢 那么在off的状态上面的时候 越长的时候呢 它的功率就越低 用这种方法有个好处 第一个呢 它上面是一个电杆 不是一个电阻 在这里它是一个电杆 我们知道电杆而言的话 它提供什么 电杆而言的话 它不会有功率的消耗 因为电池呢 它会随时转换成能量 因此它的能量上面呢 没有消耗 不像前面的开关上面 是一个电阻 就是一个电阻 本身受电流过去以后 就形成了热 热就会变成了 那这个是因为产生的电 产生的电池 可以重新回收回来 再会变成了电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没有 这种最大的卖点就是 它没有功率的消耗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 在位置1的时候 这个电流流过 这时候呢 电感器上面 在电台上面 没有电 位置1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开路 因此电台上面不受热 那么电流器 这个电压源 只对这个电感器充电 那么上面电容量大小多少呢 就是直接L分之一 乘上电感器上的电压 对时间的积分 那最后继续来 假设这电压是固定的话 就是VS乘上T除以L 那时间越长的话 它的电流就越大 因此在这个地方呢 它承受一个比较 VS电压乘上所经过的时间 在桌上所的电感值 那紧接着 位置2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知道 位置拨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边是一个 顺时的电流源 然后利用上面的 利用上面的顺时电流源 对这个电台提供电流 顺时电流 OK 那电流当然会对时间消耗过去 OK 那么我画起图来就像这样子 OK 充电 这个时间放电 OK 所以紧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充电的时间越长的话 OK 充电的时间越长 它的瞬间电流越高 瞬间电流越高的话 然后呢 它所提供对于电台而言 提供的电 它的电功率 瞬间功率也就越大 OK 那反过来 如果它充这个T1很短的话 它所顺时电流非常的小 那么放电也是很小 所以说我这样子的方式 我就可以设计一个这种开关 OK 开关的话 我所提供的功率呢 跟你充电的时间成真的 OK 那么功率越长的时候 它所充电的 它所需要 如果你要这个充电的 充电的电流 充电的时间给越长的话 我可以提高 提供越大的电流 去到这个电台上面 OK 这个就是它的 那这样子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电感器本身不发热 也不行 它所提出的能量 转100%呢 都会提供后面来给它 所以说它所提供的电流 来给这个电台提供 换句话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24伏的基本上 没有直接的 对这一个电台提供能量 而是透过一个间接的方式 间接什么是 透过这个电感充电放电的方式 OK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它课本上面提到 它不大可能会提供到 百分之百的效率 到效率可以到 百分之九十五的方面 OK 这是我们的 设计范例7-19 好 我们看到前面 我们需要一个 可以控制它开根关的东西 那如何来控制开关呢 我们利用 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机械式的开关 而是利用透过叫做 卖锅宽度调整器的东西 什么是卖波宽度调整器 我们看这下面这个电路 这三个里面呢 所代表这一个三个呢 都是一个所谓的运算放大器 那么这一个呢 是一个震荡器的电路 它会产生一个 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卖波 不是,sorry 它是一个脉波 然后这个是做积分器 OK 应该是积分以后呢 它是一个 这边是产生一个 像那个 锯齿波的 然后一积分以后 就变成了 我们所看到的下面 一个锯齿波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锯齿波输入到最后 这一个运算放大器 就是OP71的负端 然后我用一个正端 这边一个V-IN 命运是透过一个固定电压 跟一个可变电阻来做调整 那么这个可变电阻 跟前面所提到的可变电阻 不一样 这个可变电阻 因为输入的电阻非常的大 因此呢 它只要提供电压就好了 它这两个都能做比较 如果你输入的讯号 这个输入的讯号 跟V-IN来相比 若2-3来的小的时候 你就会给它一个正电压 但是如果2-3大的时候呢 那这边输出就会变成0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因此我这输出两个讯号 刚才前面提到 如果这边这个三角波 跟我这一条输入的讯号来比 比它小 我就有一个正电压输出 如果比它大的话 就变成0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马上可以调整到 如果我这条线V-IN呢 如果往下走的时候 往下走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让它大的部分比较变多了 因此呢 变成0的时间就会被拉长 反过来 如果V-IN变高了 使得呢 这个变成比它大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个输出讯号就比较窄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输出电压 高电压低电压 低电压 低电压的时间越长 我输出的整体功率 就会变得比较小 OK 那么我这边的整体 那么我这边的电弹呢 就会变得比较冷 200W 反过来 如果我输出的时间 这个变的时间越短 我维持在高电位的时间越长 我的电弹当然就会变得比较热 好 那么换句话说 我还是透过一个可变电阻去调这一个电压 只是这边的可变电阻跟前面的不一样 这个可变电阻不受热 它这边完全只是给一个电压讯号而已 而且我们透过一个电感带这个电感 利用电感的电池放热到这个电池上面去 所以说呢 对这个而言的话 我功率100%的没有被损耗掉 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个电感器的最大的卖点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范例7-20 这个图有点复杂 所以告诉我们呢 假设我输出的电 这个有一个电压源对这个负载 负载在这个地方放电 因此等于我放电的时候呢 因为有电压有电阻 所以在我的负载上面 感觉上我有个电流源在这边使用 但是这个电流源呢 这是我的第一次 现在我的问题出在我的电压源上面 电压源是会有变动的 它三不五时会产生一个 由VS跳成的VS加DataVS 经过一段时间又掉下来 OK 那么因此呢 对于说我讲的不好听 就是有个杂讯进来 这个杂讯呢 会干扰到我这边负载上面的运用 举个例子 我在这边听音乐 后面背景直抓直抓直抓 当然我不希望有这个自杂 知道怎么办 我通常而言的话 我就在我的负载旁边 并联一个电阻 然后这个电阻呢 这个电阻我们叫做去偶核电阻 去偶核电阻就是 我不希望把这一个讯号跑到 因为我的电压源信号变高了 理论上百分之百是 我这一边的负载上面的电压也跟着升高 我希望呢 透过一个电阻呢 这个电阻因为 充电跟放电都要有一点点的时间 那通通要一点时间的话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差 OK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差的话 我们就可以等于说 我们把这一个原来很方块的扰动 变成一个比较和缓的扰动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 我要来到的控制的目的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呢 那怎么去控制呢 这个电容 现在的电路呢 就是从现在有多了一个电容器 跟它并联了以后 OK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当在T等于0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没有问题 到这时候呢 是VS的 在接管开关到达以后呢 在这T小于0 就是T等于在0加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一切换了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电容器 好 这边有一个电流源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切换过来了以后 那这时候呢 那我们看一下呢 这时候电压源的电压 变成VS加DataVS OK 就扰动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 在电 在这个 电容器上面的电压 当然就是VS加DataVS 这个是电压源 减掉这边的压降 就是这边的压降 OK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对于这个 电容器而言的话 这电容器而言 它的 输出电压 对于 sorry 对于我这边所看到的 在这个电流源上面的压降的话 一定就是电容器上的压降 再加上一个 它扰动所形成的结果 好 在这里面我们也就知道 当t等于0的时候 那么就是k1加上k2了 那就是我们所看到 直接在这个电容器上面的压降 就VS减掉 IL-RS OK 当其时间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等于时间无穷大的时候 那么等于 V1加DataVS 减掉这边的压降 还是一样 OK 利用这种方式 那么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解 t等于t无穷大的时候 我希望它的电压 变成V加DataV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我们看的 那么好 呃就是说 我希望呢 在我输出看到的是DataV0 而不是DataVS OK 插评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那么就是我在 呃 在tpromise之后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电压只有DataV0 OK 那么这边是原来的压降 加上DataV0 那么这个DataV0 所对应的就是 后面这一下 DataV0所产生的就是 所对应的 来自什么地方呢 就是DataVS 就是扰动 再加上 因为电容器嘛 它的放电 所请的压降在这里 好 因此我们紧接着 我们就可以解了出来 设计出来 DataV-DataV0 这差别就是来自于 Data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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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但是我希望在这边呢 只有经过0.5ms 来到0.2ms 那这样子的话 我知道这个CD要多大的 电容区的电容 需要来到112μF 当这个电压 也是16V的时候 好 紧接着我们看 下面这一个 各位的 345月到 347月 看到的汽车点火系统 所以注意到哈 这个不是汽车点火系统 而是汽车的启动系统 里面所看到里面 来来看看 说跟它的点火 点火跟启动是两个 是两件不同的电源 点火 各位看到点火的原则就是 我们叫做 它汽车的火星塞放电 叫点火 那汽车启动是让 汽车的引擎开始转动 我们知道汽车引擎 在熄火的状况下是完全不转的 你如何要让汽车的引擎开始转动 你要借重一个我们叫做 一个特别四座的马达 这个马达呢 能够让汽车的引擎开始转动 汽车转动了以后 汽车引擎转动 怎么转动呢 在汽车的引擎下面 最引擎的最下端有一个驱轴 驱轴就是汽车的动力装置 连动了你的变速箱 再临到一个飞轮 飞轮上面有一组 上面有齿轮 OK 那通常而言 汽车在走的时候呢 汽车的马达呢 基本上跟汽车的引擎是无关的 因为引擎的时候 所有的功率就是带动的你的引擎后面 传动轴或带动你的轮子 OK 那么因此呢 但是呢 这个马达呢 只有在汽车禁止 要被启动的时候所需要 因为要引擎不转的时候 汽车是不会动作的 好 那首先要车子的引擎要转起来 那最早古早的 各位看到的 早期默片时代就用手工 手人力没有错 就用人力 然后在汽车的保险杠的前面呢 有一个驱柄 它驱车直接带动汽车的 驱警的在前面的那个汽车的底部驱轴 有一个外凸的一个尺 像一个螺丝起直的一个缺口 你直接的驱柄 直接对它的一转的引擎就会转起来 这个是在二次世界大大的吉普的时代 吉普车所用到的 那现在当然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 那完全就凭借了这个汽车马达本体 好 这个汽车马达本体呢 在构造里面分成上面马达之外 上面还有另外多了一个电磁线圈 那它的剖面图呢 长成这样子 OK 好 这汽车剖面图这有没有看到呢 这上面的有两个呢 就接上了汽车的电瓶 电瓶一端线呢 接在这边跟那个开关 OK 然后另外一端呢 就接到了汽车的这个这个马达的另外里面 因此呢 那么各位看到 因为这马达本身呢 需要很大的动力才转的起来 OK 那么我们通常而言的话 如果的话 大概汽车做马力大的马达大的引擎的话 这个电瓶大到50安培 那今天所设计的这3安培 大概我想大概可能就是一般的小型的车子 或者是用摩托车也是有相同的原理 好 这么大的电瓶 50安培 各位看到50安培的电瓶 这个电瓶呢 如果通通从你的车子的 车子的钥匙开关那边过的话 会非常的危险 那怎么办呢 我这使用的方法是 我用一个比较小的电瓶 来当做控制这个启动 由小电瓶产生了 它的 小产生了 好 这小电瓶呢 我们知道这个汽车的小电瓶呢 这个电瓶很小 但是小到呢 机车大概只有几安培就可以了 那这几安培的电瓶呢 从这边导进来 导进来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电瓶流过了 这一个线圈 这边有一个线圈 产生了磁场 磁场以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磁场产生了 磁场有南北级 那中间有一个金属 铁质的金属 对于这个产生的 这个磁场都会吸引 这个线圈呢 靠过去 或吸引这个磁铁 这个铁金属靠过来 O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最重要的话 就是那边是清楚呢 这边是固定的 所以它就会吸引这个线圈呢 往前进 往线圈往前进 最后跟这个金属碰在一起 都挤往下挤 让这两个阶端端点就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以后 汽车的主电源就是从电瓶的主电源 这个大电12伏的电源呢 就接通了 接通了以后呢 这个马达就开始转 马达转了以后 它是把它转而已 但引擎不转 怎么办呢 这个线圈往这边推 这时候呢 带动在线圈后面有个固定的一个 我们称为这边那边 这边是有一个杠杆 这个杠杆这个往前走的话 支点在这个地方 就会推动这个马达的前面 有一个活动的这个齿轮呢 往前转 往前顶 顶到哪里呢 顶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在这个金属盖面 后面打开来的 跟汽车的飞轮的齿轮接在一起 因此这个齿轮转飞碟的 那个飞轮也就跟着转 跟着转了以后呢 引擎就转动 引擎转动 这时候 你再加上火星3的 那个点火放电 汽车引擎就开始爆炸 爆炸以后 它的冲程就启动 启动以后呢 这时候 各位主要用启动汽车 跟摩托手机之后 一样做个动作 要放手 你不能一直按这个开关 一直 或者你用的启动 一直按的开关 或者你按的钥匙 一直卡在钥匙 钥匙一定有一个回弹的装置 回弹做什么呢 就回弹的时候呢 就让你的这个电流切断 嵌流切断以后 这边就磁力就消失了 磁力消失以后的线圈就往回弹 往回弹的时候呢 这边断开马达就停止 同时 同时这个齿轮呢 就会离开了飞轮 飞轮就弹回原来的位置 这整个动作就完成了 所以在汽车在走的过程中间 这个马达完全是不动作的 这个马达只提供汽车在 这个马达只提供汽车在 引擎在启动的瞬间 所需要的动作 OK 那么这个线圈 刚刚前面提供 提供两件事情 它产生的磁力 吸引这个铁字金属 OK 产生磁力呢 因此往前 它动作往前 一边往前的话 让接点接上去 让大电流流过来 因此呢 我只要用电流 只要推动这个线圈就好 这个电伸的电流呢 不用太大 那么这个第二件事情呢 那么这个因此呢 我用这个小电流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推动大电流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这个电流多大呢 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 这个科普定位提到 大概三安倍 但是够enough 那这个电流呢 要五十安倍的电流 OK 那么三安倍的电流 基本上呢 我们的手就算是漏电 基本上也还好 因为十二伏特 那么大电流的话 不但这个它的设计 你看从大电流 它要避免大电阻的产生 所以它的设计就比较粗重 那这种也就比较OK 那刚才讲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杠杆 它产生的磁力 会推动它去接着 跟我们的引擎里面的飞轮接在一起 OK 那这个磁轮 所以说这个线圈的动作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 它有几样东西 它有一个线圈 有线圈就有电杆 线圈本身有一个 竟然有线圈本身有电阻 在这个地方 同时呢 它也会有一个电容器在这里 电容器在这个电路上面 没有显示出来这个电容 在这个电路上面 OK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线圈本身的 这一个电路的一个 简单的等效电路图 一个非常简单的 RLC的一个串联电路 好 那我们看这个电路呢 我们RLC的话 那这个电路的 我们也解过了 就是电流的二次微分 再加上 OK 再加上 DIT 乘上RF 除以L 再加上LC分之乘上I 好 那么这个电流我希望呢 这个电流我希望是一个过阻尼的结果 OK 那么当然结果就是 K1乘上E 乘上S1T 加K2乘上E 乘上S2T OK T大于0 好 那它的特性方程是 也解出来 我们把它相对应的 数值带进去 OK 我们这时候不晓得 C是电感值多少 但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这个 R知道了 这个电感值也知道了 OK 那么只是C不晓得 我们分别往里面放进去的话 那这个式子写出来 就是 S平方加20S 加到5除以C 会变成 两个相乘 S1 S1 分别代表两个根 那两个根 相加等于20 相乘等于5除以C OK 那么我们可以 那么依据它的起始条件来看的话 我希望一开始的这边电压 是12伏特 OK 我们带进去 立刻就知道 K1加K2等于0 负的SK1 减负的SK2等于60 好 那么我们这样子 那么C呢 就等于呢 L乘到S1 等于S2分之1 那么我们这个S1 和S2是那么好 我们马上 假设 如果设定 假设S1等于1 S2是19的话 我们C呢 就会得到263个mF OK 好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 当然你也可以S2等等 我们都可以 那我们就先假设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解的出来了 好 注意到这个是前面的线圈上面的电流 所以它电流 当我们做最大值的时候 大概只有3A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线圈上面所用的电流 注意到不是马达的电流 马达不需要那么 电流不止那么大 这个只有线圈上面的电流而已 好 紧接着看下面这个 范例72 这一张里面 范例72 这一张 这一张里面的第348页 这个离婚就是我们叫做 现在已经大概都有了 就是电极器了 傻瓜电极器 万一有人心跳 不管停止了 OK 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很快把它启动 我们前面有个心率调整器 是坐在身体里面的 埋在皮肤下面的 OK 那么心率调整器 直接叫体外 换句话说 靠在皮肤外面 透过皮肤 我们把这个电感应到心脏里面 让心脏恢复调动 OK 那么因此感应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的保护装置 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不算低的电压 多少 六千伏 六千伏电不会把人电死 OK 会把人电死 如果时间够长的话 那么因此它给的电呢 冲击呢 时间非常的短 我们看一下 它有这个点出来的电路呢 大概是变成一个这个叫欠阻尼 就是这样的 它会有一个少许的震荡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我们心跳的时候也少许震荡 好 我们解开出来 它的震荡是一个大致上整一个这种形态的 它一个 它是一个sine函数 然后它震荡随时间变小 OK 那么我们把分别它的数值带进去 我们时间是10ms 然后追到不能太快 一场可能人会电死 然后把它Omega等于带进去的话 我们也就从这个图里面所看到 最高三千伏 这一边的 这四分之一是三千伏 这一边是负的 负的250 所以整工时间来到的 是12倍 然后带进去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 那么数值往里面带 R等于50 那电感是50.3 的话 我们会得到这个电容值 31.3 31 Micro Farad 好